五月 正是春末夏初的时候 没了春的撂翘冷寒 也没有夏的燥热难耐 草木欣然 天空沉静 江江 你奶又在打你娘了 你快回家看看吧 他奶又打他娘了 秦江想都没想便拔腿往山下跑 江江 你打的猪草怎么办呀 不要了 你和望秋他们分了 别说是猪草 就是黄金 秦江他也不想要了 他这会儿就只想一阵疯地杀回老秦家 把那些个缺德冒烟狼心狗肺的男男女女 全给灭了 也别管死了是下地狱 还是运气爆棚让它穿回去 总之 能把忍了八年的这股恶气 出了就行 山上和秦江一起来打猪草的 刘夏和望秋听到了 山下来报信的周时英也听到了 你先回去 猪草我帮你拎回来 不然回头你奶又要找你麻烦 我娘她被打得很厉害吗 不怪秦江这样问 毕竟自打她来到这个世上的那天起 她奶猴是对她娘失事非打击骂 也亏得她娘打小和她爹一样 没了亲娘 抗压能力强 不然换了个人哪 怕是不疯也寻死了 厉不厉害不知道 不过你奶撒泼打滚的 要你爹休了你娘 你爹她让人请了组长和我爷去 说是要分家 真的 我爹她真的说要分家了 嗯 是真的 秦江改变主意了 好死不如赖活着 只要能脱离老秦家这个狼窝虎穴 他有的是脱贫致富笨小康的法子 哎呀 别管那些猪草了 难不成分家 还能分头猪给我们家不成 话落 秦江拔腿便跑 既然把组长和李正 也就是周时英的爷爷都请来了 这次应该是真的了吧 从前她爷和她奶不肯分家 是因为舍不得她爹和她娘这两个好劳力 可自打一个月前 他爹离田时 被突然发疯的水牛刺穿了大腿 大夫说得卧床休养个一年半载时 他爷和他奶的态度就变了 说不得今天闹这一出啊 就是他爷和他奶商量好的 目的就是将他们一家给担分出去 至于为什么是担分他们一家呢 自然是因为他二叔和三叔 都是他奶亲生的 更别说二叔秦万县 还给老秦家生了长孙 只怕他奶早就打定好主意 不但要把他爹给单独分出去 甚至连那份长子田都要剥夺了 呀 娇娇回来了 秦娇笑了笑 脚步不停地进了院子 一只脚才刚跨过门槛 便听到他爷秦茂山 气沉丹田的一声吼 你要了这份长子田 就得负担起我和你娘的养老 你连自己都养不活 拿什么来养活我和你娘 秦娇步子一顿 想了想 他放轻了脚步 悄悄地挤进了人群 秦茂山指着满脸泪痕的失事 对秦万历说道 他给你生儿子了吗 连个儿子都没有的人 叫什么长子田 这么些年没能生个儿子 是失事心里的痛 有何尝不是秦万历心里的痛呢 别人这样说也就算了 这会儿被自己亲爹指着鼻子说 秦万历顿时心如刀割 他看着秦茂山 五尺高的汉子瞬间红了眼眶 整个人控制不住地打起斗来 长子田 我们可以不要 以后你和我奶得养老 也不给我们管 放屁 敢不养我老 我就去告他不孝 好吧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失事脸上和脖子上有着长长的几道血痕 秦娇拧了眉头 从前他奶都是歹毒的挑着他娘私密的地方下毒手的 这回直接往脸上招呼 这是打算彻底撕破脸了吧 娘 你没事吧 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和望秋他们去打猪草了吗 是谁要来找的我 说家里出事了 爹 现在怎么办 秦万历痛苦地闭上眼 秦娇知道 他爹这时又想忍忍算了 分吧 分了 再哪也难不过现在这样 别都不说 好歹这种三天一顿骂五天一顿打的日子 我娘不必熬着了 诗诗听了秦娇的话 捂着嘴闷声地哭了起来 他不怕苦也不怕累 可是这样的日子 他是真的过怕了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秦万历看了眼哭得不能自艺的诗诗 又看了看满眼哀求的秦娇 摇了摇牙 分 张子婷我们不要了 秦茂山收了目光 转而对坐在八仙桌上的组长 秦德顺和李正周一贵道 有书 一贵书 按我的意思 这家我是不想分的 可没办法 树打分支 人打分家 你按老师万灵请来的 那就帮着做个见证 把这家分了吧 唉 你打算怎么分 万里没儿子 家里的水田就不给他了 汉地给他良母 村西头的那间茅草房给他 家里一年到头 也剩不下半雕情 之前给他看病抓药 费了不少 银钱就也不分了 村西头的泥瓦房 秦娇没记错的话 那是他们家的牛栏呢 后来牛死了 那房子就一直空着 别说是住人 怕是住牲口都不行啊 那家里养的猪 还有鸡和鸭 这些也不分吗 不分了 今年过年 老大一家还是回来一起过 围观的人群里 讲起了一阵唏嘘声 秦茂山老脸一红 却没有改口的意思 万里啊 你怎么说 他怎么说 秦万里唇角 挑起抹鸡笑 正带开口 秦娇却突然开口道 组长爷爷 我们可以不要吗 不要 秦德顺看着秦娇问道 对 不要 我们不要我也给的东西 以后他和我买的养老 我们也不管 行不行 如果不行 那别的人家怎么分 我们家也怎么分 汉帝不值钱 可也得三四两银子一亩 还有那处茅草房 秦茂山早就有今年入冬 买头小牛仔的打算 这可是你说的 可不是我说的 秦万里唇想要阻止时 秦茂山已经对秦德顺说道 刘叔 就这样办吧 万里他什么都不要 我和侯氏的养老 也找不着他 以后万姓和万丰 给我和侯氏养老送终 穷人家 没什么敌数的概念 可秦万里做了 老秦家二十多年的长子 给秦茂山养老送终 是根植在内心的信念 万万没想到 他爹心里嫌弃他 已经嫌弃到养老 都不要他养了 秦茂山不敢同他对视 心虚地垂了眼瞼 嘟囔了说道 是你要分家的 秦万里张着嘴想说点什么 却是嘴唇皮直打哆嗦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也不知道是委屈还是气的 秦娇抓住秦万里颤抖的手 抬头对秦德顺说道 那就按照我爷的意思分吧 万里你也是这样想的吗 分吧 做儿子做成这样 我还有什么脸继续在这个家待下去 只是 我后娘虽然待我不好 可到底将我拉扯到 分家后 只要我还能活下去 四十八节的礼 我一样不落他们的 秦娇郁闷地想吐血 他是觉得要分就分得干净利落 毕竟像秦茂山这样厚颜无耻的人 只要他们以后过得好了 肯定会像那吸血的马黄一样 缠着他们不放的 可天子尚且以孝之国 即便秦茂山不辞在前 秦万里却不能不孝在后 叹了口气 秦娇告诉自己忍了 好在这个世界 除了讲孝道还讲规则 有了今天的分家文书在 日后秦茂山也就只能在 吃穿用度上 打打他们家的秋风了 别的想都别想 分家文书仪式三分 秦家父子各支一份 另一份则由李政周一贵 拿去官府备案了 老秦家的这个家 就算分好了 太爷爷 能不能把祠堂西侧的那间空屋 借我们住几天 太爷爷 我们不白住 年底祭祀的时候 我们家出一条羊 娇娇 你家连住的地方都没了 哪里来的一头羊啊 现在是没有 年底就会有了呀 对叔祖 说是为难就算了 我带着娇娇娘俩 去岳父家住几日便是 今天的这场分家 必然会轰动四里八乡的 秦茂山和侯氏被人指着 脊梁谷骂是逃不了的 而一旦秦万领带着秦娇娘俩 投奔岳家 秦氏宗族便同样是要被人指着骂的 毕竟秦万领是被分家 又不是被除族 说什么混账话 你爹糊涂 我这个老不死的还没糊涂呢 这就是同意秦万领他们一家子住进去了 谢谢六叔祖 被骂的秦茂山却是狠狠地瞪了眼秦万领 有些想着不几句 可又涉于秦德顺的威严 只得咽下这口闷气 诗诗 你收拾收拾 我们今天就搬过去 知道了 我这就去收拾 说是收拾 无非就是几件破篮衣裳 以及两床硬得像石头的棉絮 秦万领走路还不利索 诗诗将包袱塞到秦娇的手里 便要上前去掺秦万领 一道人影却快速地自外面走了进来 越过诗诗半蹲在了秦万领跟前 与此同时 一个同诗诗年纪相仿的妇人也走了过来 接过了秦娇手里的棉絮 他三婶 于是宠诗诗摇里摇头 说道 走吧 网求他娘呀 已经先过去收拾了 辛苦他三叔了 秦万张摆了摆手 背起秦万领 率先朝外走去 他们来干什么 谁让他们来我们家了 不是说了 他们二方这辈子 都不踏进我们家一步吗 秦万张的父亲是秦茂田 和秦茂山是一母同胞的兄弟 之前兄弟俩感情其实挺好的 是后来陈诗一场抱病死后 秦茂田的老妻宋氏 想将自己收寡的仪表妹 说给秦茂山当田房 阴差阳错没说成 还让侯氏给知道了 自此 侯氏便恨上了二方 隔三差五地找宋氏的不痛快 两家这才闹翻了 你给我消停点 还行丢人丢得不够是吧 我丢什么人了 我怎么给你老秦家丢人了 秦茂山 你这个天打雷批丧良心的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了 吵吵你吵吵什么呀 家也分了你还想怎么样 怎么 你不喜欢万领一家子 整个马领村的人 都得和你一样不喜欢 是我要分的吗 是人家老大一家子 嫌弃你这个当爹的 今天晚上我给你们送饭 明天我去趟岳父家 看能不能借些钱 把急用的东西先置办起来 不用 我已经让娇娇他娘 给两个舅兄带信去了 师侍娘家要是能给力 何至于这么些年 被侯氏这个季婆婆 给欺负得直不起腰呢 师家就也应该忙 我这个兄弟也应该忙 行了 秦万领再度的红了眼眶 文正谢谢你 自家兄弟说谢就见外了 他三婶啊 给你和他三叔添麻烦了啊 自家人说这些做什么呀 别担心 日子呀总能熬出头的 望秋他娘无事 也跟着拍了拍诗诗的 我家里呀 还有几个不用的盆和桶 我等一下呀 就给你拿过来 沈子不用了 明天我去当镇子上 把这些东西全都买齐了 屋里的人文言 齐齐地挣了挣 娇娇啊 你哪来的钱呢 娘 你忘记我和你说过的话了 只要能和老秦家分开过 我就一定有法子 让你和我爹过上好日子 钱在这里 明天我会去镇上 把这里面的东西卖了换钱 众人一头雾水的 看着那个补丁打补丁的袋子 不明白这袋子里的东西 怎么就能换钱了呢 那 那不是你从山里捡来的地皮菇吗 不是地皮菇 是竹燕窝 竹燕窝是什么 诗诗不知道 可他知道燕窝 既然带上了燕窝两个字 那一定是好东西了 不只有诗诗这样想 屋子里的其他人 也是这样想的 那 那应该 很值钱吧 钱是野生上品竹燕窝 可以卖到百多元一斤 这事的价格是多少 秦焦不知道 但肯定比一般的药材贵 值不值钱 明天去趟镇上的药店就知道了 这一袋子竹燕窝 是他花了两年的时间收集的 之所以一直不拿出来 就是怕被秦茂山和猴使使水之位 这辈子都摆脱不了他们 第二天 吃过秦万章送来的糙米饭后 秦焦坐上秦万章赶来的牛车 出发去镇上了 万章叔 我们去饱和堂吧 饱和堂是镇子里最有名的药堂 进出的人非富即贵 秦万章的马车才停在药堂门口 去去去去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 秦万章才要陪着笑脸开口 秦焦已经说道 万章叔 我们去百草堂 百草堂在巫石镇 虽然没有饱和堂的名声响 但也是开了几十年的老药堂了 饱和堂在东大街 百草堂却在北大街 从东到北要绕大半个巫石镇 牛车走了足足三刻钟 才停在了百草堂外面 扔开 扔开 突兀的响声响起 与此同时 一匹枣红马也自后面冲了过来 似是没有想到前面会停着辆牛车 好在马背上的人反应迅速 愣是要在撞上的那一刻 紧紧地勒住了缰声 枣红马羊蹄思鸣 立在了百草堂外 秦焦惊吓至于忘记了反应 张着嘴愣愣地看着马背上的人 少年郎约摸十三四岁的年纪 穿一身竹青色的鞋领竖腰之多 俊秀文雅的面孔上 一对寒星式的毛子 淡漠至极地瞄了眼 张着嘴的琴娇 和变了脸色的琴万章 嘴角微泯纵身下马 急步进了药堂 哎呀 那不是墨家大少爷墨铭城吗 他怎么会来这里 墨铭城 原来他就是墨铭城啊 那个十一岁便过了院士 连城县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秀才 确切地说 是大梁自开朝立国以来 最年轻的秀才 学霸不少见 可是颜值在线的学霸 还是比较稀缺的 哎哟 大少爷 我爹他三天前便出门会友去了 妇人的事耽搁不得呀 您还是赶紧去饱和堂看看吧 饱和堂的江老先生 善至疑难杂政 游善妇斗两颗 大少爷 您 白草堂内知道墨铭城的来以后 掌柜廖永贵一脸歉意地说道 墨铭城英气的眉头微微宁起 单放眼里墨色如暗海 廖永贵不敢直视墨铭城的怒火 白草堂虽小有名气 可对墨家来说 那就是蚂蚁和大象的区别 江老先生三天前 也出门访友去了 那那 那可真是不巧啊 三百两银子 不管能不能母子平安 只要廖先生随我走一趟 这三百两银子 就是你们白草堂的 正走进来的秦交 恰巧听见这话 不由目光疑惑地 看向眉头紧促的廖永贵 送上门的银子都不要 这时 下意识地又将目光转向了墨铭城 存道 怕是 这银子扎手吧 避兼墨家 比墨铭城更声名在外的是 他爹墨和正 不爱江山爱美人 因为宠妾灭妻 而被罢官归田的大八卦 廖掌柜不敢要着送上门的银子 应该是怕得罪了 被墨和正放在心尖的上 宠的白姨娘吧 毕竟 墨夫人有个好歹 以墨老爷子 对白姨娘的深情厚爱 即便不能扶正 也一定是白姨娘独霸后院 秦交深深地叹了口气 男人哪 果然都是大猪蹄子 狗屁的既是安民 一群孤鸣钓鱼的伪君子 几乎是刹那间 廖永贵一张果子脸 战红如血 是气的还是委屈的 很难说 墨鸣城却是甩下这句话后 转身便要离开 且慢 须发皆白 穿着一身灰色不一的 廖老先生 自后堂走了出来 哎呦 爹啊 不是说好了 墨少爷 并不是老夫失了人心 实在是你母亲这样的情况 便是大罗神仙也难救啊 老先生 您都没有看过 怎么就能忘断生死 你母亲可是已经发动 三天三夜 是的 他不是足月临产 是意外早产对不对 墨鸣城谋底有暗色涌过 烧请再次答道 是的 文婆可是说了 已经胎死腹中 墨鸣城默然不语 回去吧 墨鸣城却是固执地站在原地 目光兴红地看了廖老先生 难道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有啊 怎么会没有呢 秦娇很想说 剖腹产呢 把肚子打开把胎儿取出来就行了 秦娇不由地将目光看向了廖老先生 不会也是打着剖腹取子的主意吧 但很快秦娇便知道自己猜错了 找个手小善接生的吻婆把孩子扯出来 说不定可以救你母亲一命 其实如此 如此一来 你母亲很有可能会有血崩之争 血崩 在这个年头也是死路一条啊 老爷子您这话还不如不说呢 老先生 您一定有办法的是不是 墨鸣城看着廖老先生 略显稚气的脸上 有着不肯放弃的坚持 墨少爷 我只是个治病救人的大夫 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仙呀 墨鸣城黯然了目光 身上突然被悲伤愤怒绝望的情绪拢住了 他正正地立在原地 不知道如何抉择 其实血崩之杖也并不是无解之杖 轻轻柔柔的女生 像一道光一般的照亮了墨鸣城黑暗的世界 他猛地回头朝声音响起的方向看了过来 四目相对 墨鸣城看清说话的 是瘦瘦小小衣桌简陋的琴娇时 目光突然一暗 老先生 三七盐粉 米糖服役前可接此证 三七粉 那是什么东西 不会吧 这个义士没有三七这位中药吗 不能啊 他明明在山里不止一次地看见过呀 老先生 您这里没有吗 没有 并且从未曾听说过 从未听说过 怎么可能啊 秦娇下意识地说道 只是话一出口 他便后悔了 怎么会不可能呢 毕竟在华夏文明的发展中 使用三七的历史推论 可知三千余年 可有确切历史记载的 却是约六百余年 现在的大梁在华夏历史中并没有记载 不知道三七是理所当然的 小姑娘 这方子 你是怎么知道的 啊 几年前有个游方的老道士 如果我们村市病倒了 我接近了他一段时间 便好好作为报答 他教我采药和任药 廖老先生信奉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嗯 莫上也或可一世 试一试尚有生机 不是却是死路一条 这道理莫名成 不会不知道 那个三七粉 你手里有 我手里没有 但是我们村的山里有 我现在就会遵去采 赶在天黑前送到你家里 行吗 行吗 不行也得行啊 当下两方一定 秦娇转身便要往外走 却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来意 啊 老先生 竹燕窝你们收吗 竹燕窝 小姑娘 你有竹燕窝 老先生 这袋子里都是竹燕窝 竹燕窝 没有燕窝名贵 但对养音补血 却有奇效 特别是像莫夫人这种 产后血须 包工受损的 眼见莫名成谋色中 有不耐急躁之色 廖先生知他此刻 怕是心急如焚了 莫少爷 这竹燕窝几其难得 与你母亲之后的身体 很是得意 你跟着姑娘买下来吧 你打算怎么卖 我出门急 身上没带多少现银 如果不多的话 我付现银给你 要是不够 回头我让下人结给你 你看可以吗 我也是第一回卖 不过我花了两年的时间 才采到这些 你要的话 给我二两银子吧 这是秦娇在来的路上 就想好的价格 并没有趁火打劫的意思 这里面的散碎银子 有个四五两地样子 你都拿去吧 多的 就当是我问你买三七的 秦娇接过荷包 看也不看的 便往袖笼里一塞 我现在就回村去采药 少爷放心 天黑前 一定送到你府上 万丈叔 我们回村采药去 秦万丈一头雾水 想多问几句 却见秦娇 已经一脚跨出了门槛 急忙把腿追了出去 娇娇 采什么药啊 那个 那什么竹燕窝你卖了吗 卖了 店长柜的说 他急需一味药 药我现在就去山里采 趁着天黑前给送过来 真的 那太好了 你们家的日子又指望了呀 佼佼 东西明天来置办吧 我们先回村 很快 声音便随着人走远 而听不见了 还请老先生 现在就一步 嗯 走吧 秦万丈赶着马车 一路回马领村 听说秦娇那一袋子竹燕窝 卖了二两银子 惊得差点从牛车上摔了下来 要知道 村里人一年到头 在地里累死累活的 也赚不回来一两银子 佼佼 既然那个竹燕窝这么赚钱 回头能不能让道武和道姓 跟你一起去山里采啊 可以呀 只要道武和道姓愿意 以后我金山采药 都带上他们俩 哎呦 敢不愿意 我打折了他们的腿 村里人日子都苦 马领村地处深山 本就地少人多 鸡母薄田 想吃口饱饭都难 哪家不是挖空了心思 想要再弄点别的营生 把日子过好的 佼佼啊 这认草药的本事 你是跟谁学的呀 万丈叔 你还记得两年前 我们村来过一个老道士吗 啊 记得 怎么了 是他教我的 啊 秦万丈眼睛屁股再次一歪 差点掉下马车 嘿嘿 万丈叔 你是不是后悔了 早知道那个拉里拉他 不知道从哪来的老道士 有这本事 你就把人接回家 当财神爷供着了是吧 嘿嘿嘿 哎呦 那可不 别后悔 叔 当初我接鸡他的时候 我哪没少让我饿个肚子 你们家的饭 我可没少吃 我都记着呢 叔 您放心 以后但凡有我们家一口肉吃 就有您家一口汤喝 好嘞 哈哈 佼佼 有你这句话就行了 两人说说笑笑的回了马岭村 娘 你把银子收好 我得去山里一趟 等会还要再去一趟镇上 话落 抓起角落里的砍柴刀 往腰间一别 转身便走 娇娇 诗诗带要追上钱问个明白 有生怕弄丢了手里的荷包 想着问问秦万丈是怎么回事 秦万丈确实连牛车都没顾 一阵风似的跑回家 有一阵风撵兔子似的 撵着秦道武往这边来 娇娇往大脚岭那边去了 你再跑快点 很快就能追上 秦道武一头雾水撒着脚丫子去追秦娇了 他三叔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大嫂 你和我大哥的福气来了 福气 我呸 笑死个人了 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的人 还有福气 乍然想起的话 使得秦万丈和诗诗 齐齐变了脸色 猴氏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不远处 见两人看来 猴氏冷冷一笑 对着诗诗催了一口 转身便走了 秦万丈不是个张扬的性子 可实在不分猴氏的尖酸和刻薄 当下对脸色苍白的诗诗说道 那些竹燕窝 娇娇卖了二两银子 白草堂的掌柜急需一味药 让娇娇踩到了立刻送过去 价格娇娇说了算 余光处瞥见了将住身子的猴氏 哎呀 好人有好报啊 当初娇娇心善 拼着自己饿肚子 也要接近那个老道士 老道士为了报答娇娇 便教了他怎么食药 采药 治药 大嫂 你和我大哥的好日子来了 诗诗听说 一袋子竹燕窝卖了二两银子 整个人都懵了 后面秦万璋说了什么 猴氏又是什么反应 他全都没记住 他抓着手里的荷包 轻一脚重一脚的 转身去找秦万岭了 石镇上的墨家 此刻却是一派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 眼看着下人 一盆盆的血水往外端着 屋子里先前还能听到 几声压抑的闷哼声 渐渐的便只有 稳婆急切的催促声 和慌乱的窃窃私语声 满院的下人惶惶不知所措 目光齐齐地朝站着 笔直如青竹的莫名城 看了过去 莫名城无视看来的目光 微微抬头 看脸西边被晚霞照得 金光灿灿的乌脊 对身后的小丝 丽宇吩咐道 你去门房等着 那个叫娇娇的小姑娘一到 立刻把人带来 丽宇应试 急步去了门房 秦婉张叔 能不能再快点 按说山里来回一趟 是完全可以天黑前 赶到莫家的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 秦道武会从山上摔下来 万幸的是 只擦破了点皮 没有别的伤 只是这样一来 却耽搁了时间 秦婉张心里过意不去 呃 娇娇啊 前面拐过弯就是莫家 要不我们把牛车停一边 走过去 那我跑过去吧 叔 您找个地方 把牛车掉好头等我 我很快就回来的 秦婉张停下牛车 秦娇撒了脚丫子 朝着莫家跑去 远远看到脚门处 坐着的小丝 秦娇喘了口气 抹了把额头上的汗 走上前 哎 你是来送药的吧 是的 这是你家少爷要的药 你随我一同进去吗 瞬间的犹豫后 秦娇点了点头 是一粒雨在前面带路 秦娇一只脚才跨过门槛 身后却突然响起到呵斥声 哪来的药饭的 去去去 滚一边去 秦娇的自尊心受到了一万点的暴击 身上的衣裳是差了点 可也绝不至于就成了药饭的呀 二少爷 这是大少爷客战 不是药饭的 二少爷 秦娇不动声色地打量着 眼前自已飞扬的少年 不得不说 莫家的基因是真的不错 眼前的少年郎 虽不似莫名城那般让人一眼惊艳 但却是五官精致 线条流畅 只是眉目间流淌的跋扈 却使得这美感大打折扣 客人 莫其看了看低眉顺眼的秦娇 又看了看一脸急色的丽语 突然道 丽语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打着大哥的招牌 将这种不三不私的人带进府 来人 把人给我赶了出去 门房上另外几个小厮 当即一拥而上 吆喝着便要将秦娇赶走 二少爷 他真是大设议的客人 他是来送药的 夫人等着他的药救命呢 莫其好看的性子眼底 有绿色一闪而逝 他突然扬起手里的马鞭 便朝着丽语和秦娇 没头没脑地抽了过来 反的天了 竟敢在这里闹腾 丽语大惊之下 只能闭着眼睛 将秦娇护在身后 只是等了许久 也没等了鞭子抽在身上的痛 丽语颤颤色色地睁开眼 顿时僵在了原地 秦娇偷偷地从丽语身后 探出半个脑袋张望 等看到牢牢地擒住莫其 抓着马鞭那只手的莫铭成时 秦娇暗暗地叙了口气 正打算朝莫铭成走去 不曾想 莫铭成突然用另一只手 夺过莫其手里的鞭子 眼睛都没眨一下 对着莫其漂亮的脸蛋 就抽了下去 莫其捂着火辣辣的脸 蹲在地上 鲜红的血顺着手指缝 咕咕地往外流 这一幕惊呆了所有人 秦娇更是惊得张大了嘴 虽说莫铭成看着 就不像是个好说话的主 可一出手就这样粗暴 也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莫其痛得整个人都在发抖 嗷嗷的叫声 比杀猪的还要惨烈 莫铭成却是连眼角的余光 都没有给他 药带来了吗 秦娇说不出话 只能点头如捣米 跟我走 生三七止血去瘀 消肿活血 阵痛 熟三七 补气补血 强健身体 秦娇将两种用法 分别同廖先生讲明白后 便提出离开了 丽宇 你送娇娇姑娘出去 秦娇下意识地便要拒绝 却在想到 被莫铭成重伤的莫其时 将拒绝的话咽了下去 他还是早点离开 这个是非之地吧 秦娇一刻不停地 跟在丽宇的身后 急不离开 不想踩出二门 便看到一群人 气势汹汹地走来 为首之人 穿着一身宝蓝色 团花束腰直坠 身材高挑 头发乌黑 皮肤白皙 气宇喧昂 三寻出头的样子 很是俊朗 秦娇还在猜测 这人的身份时 耳边突然响起 一时高 一时低的哭声 他不由地步子一顿 抬头朝后院看去 娇娇姑娘 我们走这边 呃 娇娇 我姓秦 你喊我秦娇吧 措身而过的时候 秦娇不自觉地回头 朝内行人看去 那是我们家老爷 不爱江山爱美人 也就是 宠妾灭妻的 墨家大老爷 墨和正 是在门口遇上的二少爷 他生母可是白义娘 丽宇没有回答 只是飞快地 看脸秦娇 不否认 便是承认 秦娇不由地 私下揣测 墨和正 不会是取对 墨铭城兴师问罪吧 想到墨铭城 甩下的那一鞭子 秦娇再冷地 打了个寒阵 这墨家父子俩 都是狠人呢 舅舅 舅舅 秦姑娘 有人在外面等你 我就送到这儿了 秦娇谢过丽宇 朝着一脸急色的 秦婉璋走去 天已经黑了 秦娇坐上 停在外面的牛车 和秦婉璋走上回家的路 捡着能说的 同秦婉璋说了 我原本是在前面等你的 等着等着 却听到有过路的人 在议论 说墨家门口有人在打架 我怕不巧 正好你给赶上了 又见街上人少了 就赶到牛车过来 舅舅 我没给你惹麻烦吧 没有 怎么就打架了呢 是谁敢在 墨家门口打架呀 佳佳 你知道吗 秦娇眼前闪过墨明城 决决狠狠力甩出的那一边 下意识地打了个哆嗦后 摇头道 啊 我不知道啊 夜路不好走 两人回到马岭村 已经是虚实三刻了 这个时间 村里大多数人家都已经睡了 只有那么几户人家 还零星亮着几盏灯光 这其中 便有秦万章家和借住的祠堂西厢房秦娇他们家 娘 好像是爹和娇娇回来了 大嫂 真的是娇娇和他三叔回来了 啊 是是 我看见了 是娇娇和万章兄弟 娘 三婶 大五 你们怎么在这啊 秦娇跳下牛车 朝着师师跑了过去 一直等不到你回来 你爹不放心呢 便让我出来迎迎你 这时候 秦万章也赶着牛车到了跟前 师师便又对秦万章道 他三叔啊 今天真是麻烦你了 哎 自家人这么见外干什么 师师谢了又谢 这才辞了秦万章夫妻俩 牵着秦娇的手 回了暂时借住的祠堂 师师给秦娇在锅里留了饭和菜 即便已经吃了八年 秦娇还是吃不习惯着糙米饭 想着等他有钱了 第一件事便是要餐餐吃精米饭 师爷 娘 我明天还要去趟镇上 今天光顾着赚钱了 要买的东西一样也没买 秦万里和师师已经激动了一下午了 这会儿心情已经平静下来 佳佳 那倒是教你认药材的事 你怎么连我和你娘也都瞒了 也不是存心瞒您和我娘的 之前学得不扎实 不敢和您说 等想和您说的时候 您又出事了 秦万里觉得自家闺女没有说实话 秦娇心想 爹大胆点把绝的两个字拿掉 哎呀 早说晚说不都一样吗 娇娇现在不是和你说了吗 娇娇啊 这挖草要这么赚钱 要不了多久 我们家就能造房子了吧 秦娇想了想 建房子得问村里买地 砖头木头人工杂七杂八地算下来 怎么说也得十几二十两银子 这还得刨除他们一家三口的吃穿用度 以及秦万里的药钱 有个能遮风挡雨自己的家 是每个人的梦想 事事原本呢 也就是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没有想到秦娇真的有这样的打算 真的吗娇娇 只要两年 我们就能有自己的房子了 当然是真的 我还能骗你呀 娇娇 我这伤养得也差不多了 回头你再去山里采药的时候 我和你一起去 不行 你这伤 怎么说也要再养个半年 等明年开春 县里的大夫看过了 再决定去不去山里的事 秦娇心里早就存了想法 等存够了钱 就带着秦万里去县城复查一遍 顺便再给他娘看看 还有没有生儿子的机会 不去不去不去 我都好了还去干什么 有钱也不是这样造的呀 秦娇也不和他争执 反正去不去是后面的事 现在说去不去啊 还早了点 又说了番话 直到外面想起了三更鼓声 一家三口才一犹未尽地睡下了 秦家老宅这会儿 虽然也是漆黑一片 但时段时序的声音 却没有停止过 我是后娘 老大瞒着我不奇怪 可你是他亲爹呀 怎能连你也瞒了 白日里分家 村里人嘴上没说 可哪个私底下 不说这家分得不公的 脏鸣恶鸣我们蛋了 他们一家子得了便宜还买怪 太欺负人了 去了一趟镇上 就挤两银子 这一年下来 没个千八两的 也有个百来两吧 万峰和西儒都到了说亲的年纪 他老大不管我这个后娘可以 可不能不管万峰和西儒呀 你明儿呀找他去 这银子呀 就算是我们借他的 啰啰嗦嗦地说了半天 没有得到秦茂山的回应 侯氏正在拿手捅秦茂山 耳边却响起了秦茂山的呼噜声 侯氏微微一震 醒过神来狠狠地拧了把熟睡的秦茂山 呼噜声顿时消失 但很快又接着响起 侯氏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甘心地闭上了眼睛 东乡房 秦万县却是翻来覆去都没睡着 刘氏同样也没睡着 自打听说秦娇去一趟镇上 赚了几两银子后 他感觉心像是被刀扎了一样 他们一年在地里累到死 也攒不下一两银子 秦娇这个黄毛丫头去趟山里 就能换回几两银子 老大一家太能藏了 这家分得太不公平了 你明天就去找爹说 这家分得不公平 得重新分过 哼 重新分过 你说梦话呢 别说大哥同不同意 组长和李正 先就得把我们骂死 那也得重新分过 谁知道老大家里藏了多少丝呢 指不定啊 偷偷藏下几十上百两银子呢 这银子呀 他必须拿出来分了 哎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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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吧啊 明天还得下地干活呢 秦娇起了个大早 要买的东西太多了 他觉得还是立章清单的好 省得到时候缺了 还得耽误功夫去镇上 有这功夫 他上山多采些草药 不好吗 娘 我去趟郑夫子家 郑夫子是个老同生 也是马领村唯一的读书人 考到年过四巡 家徒四壁 连个秀才都没重后 便死了走仕途的心了 在马领村半种田 半开馆 给条件上好人家的孩子 启蒙 赚点油盐钱 你去夫子家做什么呀 要买的东西太多 我怕记不住 不如让秉的大哥 帮着写一张清单 回头对着清单上买 这样就不会有漏了 这年头植墨可不便宜 虽是都在一个村子住着 但两家之前也不走动 这时候貌貌然上门 诗诗劝秦娇道 别去了 万一缺什么了 回头再去买便是了 秦娇知道 诗诗的担心 不过他心里早有成算 回头去镇上 他买刀纸 送证件便是了 还是去一趟吧 总是接万张 书家的牛车 也挺难为情的 说着话 拔腿便走了出去 不想 他才出门 便看到石英和望秋 几个结伴朝他家走来 石英 你们怎么来了 望秋是个直筒子 听了秦娇的话 张开大嗓门便说道 江江 村子里都在说 你昨天去镇上 撞了好几两银子 是真的吗 秦娇顿时一头黑线 好家伙 不是说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吗 他这赚银子算是好事吧 怎么也传得这样快呢 石英和刘夏 琪琪瞪脸望秋 一口同声地说 你是个傻子吧 不是啊 我怎么会是傻子呢 石英和刘夏 却是给他一个 你就是傻子 别解释了的眼神 这时候 秦娇也已经到了跟前了 走 到你家去说 有事 哎呀 石英 就在这说吧 反正成不成 也是秦娇一句话的事 江江 我和刘夏还有石英 想跟你学采药 行不行 几乎是考虑都没考虑 望秋话音才落 秦娇便说道 行啊 这怎么不可以啊 几个人里 望秋年纪最大 但却是最憨的 刘夏是个木讷的性子 最小年纪的石英 反倒是最有成算的 眼见望秋便要欢呼出声 石英一把摁住他 然后看着秦娇问 哎 你不回去商量一下吗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山里的药材那么多 会一个人踩得过来吗 再说了 往常我可没少占你的便宜 也该是让你们站回来的时候了 嘿嘿 看吧 我就说了 江江不是那小气的人 望秋乍着呼呼地说道 惹得石英和刘夏 狠狠地给他一个白眼 我怎么就会跟你这么个傻子 做朋友啊 哎 我哪里傻了 望秋不服气地瞪了石英 我爹都说 我是我们家最聪明的 一只梅之身的刘夏 默默地补了一句 望秋 你没听人说吗 蜡里头儿子还是自己的好呢 嘿嘿 别听他俩乱说 你不傻 我一点都不觉得你傻 望秋得意地 冲石英和刘夏 抬了抬下河 逗得两人齐齐笑出了声 上前 一左一右地挽住他的手 对秦娇说道 那就这样说定了 哎 你今天去山里不 去的话 我们和你一起去 今天不去 昨天去镇上 什么东西也没有买 今天还得去一趟 那正巧了 我爹要去县城 跟我小叔家送东西 你搭我家的车去吧 周石英的小叔 在县里做捕头 每个月周家都要给他 送些自家地里的蔬菜瓜果的 行 你从我家门前过的时候 喊我一声 好 我现在就回去 看看我爹准备好了没有 哎 石英 先别急 我有几句话要同你们说 你们回去 都和家里说一声 山里采药卖的钱 你们只给家里一半 另外一半 你们自己要存起来 要是他们不答应 我就不带你们采药 啊 为什么 石英和刘夏 却是交换一个目光后 对秦娇说道 谢谢你 娇娇 望秋仍旧是一头雾水 想问又不敢问 眼见石英和刘夏 转身往家去了 他也转身回家找他爹了 因为是搭石英家的牛车 秦娇不好意思让别人等他 便没有去政府子家 而是转身回去 问秦万领要二辆银子 站在村口等石英家的牛车 周叔 周星云笑着将牛车停下 带秦娇坐稳后 这才重新扬起鞭子 赶了牛车出发了 佳佳 你要是等得住的话 就在镇上等我 我今天还要赶回来的 秦娇想都没想便拒绝了 马领村到县城一百多里 牛车走一天才能到的 他等周大叔回来烧它 得等到什么时候 佛乱周叔 我买的东西有点多 回头从镇上 固量马车回来便是了 固量马车可不便宜 少说也得十几个铜板呢 这要是放在从前 怕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偏这会儿 秦娇张口便说了出来 哎呀 有钱就是不一样啊 秦娇不想耽搁周星云的时间 在镇上和县城的岔路口 便下了牛车 锅碗瓢盆就不用说了 床和柜子 还有棉絮和席子什么的 杂七杂八的买下来 二辆银子很快就见了底 别说是顾马车了 就是买两个馒头的钱都没有了 秦娇不得不再次感叹 钱是真难赚 却是真的不金花 唯一庆幸的是 因为他买了两张山木床 并两个张木箱子 好歹算是个大主顾 一番嘴皮子下来 家具店的老板 总算是答应送货上门了 省了他顾马车的费用 掌柜的 我另外还买了一些东西 我去拿来 你要买车师傅等我一会儿 啊行 你快去快回 这边再有一刻万钟的样子 应该就能出发了 秦娇A了一声 连忙去各家店取寄存的货了 正扛着席子往前走 不想身后 却突然想起了道迟疑的声音 秦姑娘 哎哟 我还以为是认错人了 没想到真的是你啊 老先生好 哎呀秦姑娘 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那个 老先生 你有话就在这说吧 我出来小半天了 骑着回家吃饭呢 没吃饭啊 喂喂 走走走走走 去他们家点两个餐 我们边吃边说 老话说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盗 只是 这话实在是不适合用在 虚发皆白 身上散着淡淡草药气息的 廖老先生身上 哎 老先生 你有话就说吧 廖老先生看了眼 秦娇尖上扛着的草席 一瞬间明白过来 怕是这小丫头 昨天狠赚了一笔 今天是来大采购的 两件事 一 这些日子 没事尽量别到镇上来 二 以后你采到的三妻 能不能都卖给我们要它 老先生 莫夫人她没事了吗 孩子没保住 莫夫人有惊无险 靠着你的三妻保住了命 秦娇便明白过来了 莫夫人没事了 那些怕那有事的 这会儿怕是正蠢蠢欲动的 打算拿她这个半路杀出来的 成咬间泄气呢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你老先生 老先生 您只要我的三妻吗 别的草药药药不药 那得看是什么药 寻常的草药 我们有长期进货的地方 一些不常见的 你有我就收 秦娇也没想着 靠那些烂打劫的草药发财 前世干了十年的抓药师 看病开方子她肯定不行 但是草药的高低贵贱 却是看一眼就门清的 当下便应成了廖老先生 给她的药 必是市面上不常见的好药 当然也没忘记 约定价格 必须随行就市 半下午的时候 马车停在马领村 差不多整个马领村的人 都围上来看热闹 秦万领得了信 在失事的搀扶下走了出来 娘 你给弟小哥带个路 让他帮着把东西搬家去 诗诗一叠声地硬着 当下便领着 背了扇床板的电伙计离开了 这时候 村里的男人都下地了 留在家里的也就是老弱妇孺 秦万领看着 满满一马车的东西 激动的眼眶都红了 昨天还愁得肠子都差点打了结 才一个晚上就什么都有了 简直跟做梦似的 万领啊 你夫妻好啊 生了个这么能干的女儿 是啊是啊 我也觉得我在娇娇很能干呢 望秋鹤留下去打猪草了 石英从人群外面挤了进来 娇娇 有什么东西是我能拿的 那 你拿这个吧 石英才带伸手去接 一道身影 却抢在她前面 将草席一把夺了过去 那 你也是来帮忙的吗 侯氏给了秦娇一个白眼 抱着席子指着马车上的铜壶 对铜来的刘氏说道 老二家的 你拿这铜壶 你爹呀早就念叨着 要买个铜壶带水 去地里喝了 刘氏几乎是迫不及待地 朝着马车跑了过来 只是 没等他伸手 秦娇便拦在了他跟前 奶 二婶 感情你们不是来帮忙的 是来抢我家东西的 你家东西 我呸 老大 昨天分家的时候 你可是红口白牙亲口说的 一年四十八节 不会少了我和你爹的孝敬 我和你爹睡的席子 破得就剩四个边边了 还有啊 这大热天的 你爹下地干活 连口水也喝不上 这席子和铜壶呀 就算是 你孝敬我们二老的了 秦万领一张脸 黑成了锅底了 他是个老实人 这番话 确实是他说的 侯氏那番话 也没有作假 这席子和铜壶 他还真开不了口 往回要 还愣着干什么 把铜壶拿上 我们走 哎 眼见秦万领没吱声 刘氏当即伸手 去拉扯在眼前的秦娇 只见他手材伸出去 便看到眼前 滑过一道白光 吓得他嗷一声 缩回了手 来 你怕是弄错了 这马车上的东西 是我的 可不是我爹的 我爹不能拿了 我的东西 孝敬你和我爷 想要东西 让他赚钱 给你买去 什么我的 他的 你命都是你的 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呀 没良心的剪蹄子 亲生的爹娘都不认了 你眼睛里还有谁呀 爹 这些东西是谁的 自然是你的 奶 你听到了吗 吼时一张脸顿时清白交替 大屋奶奶 这是娇娇的东西 你还是还给他吧 秦万领 你没良心的你 我就算没生你 可总养大了你吧 使一把尿一把的 就得了这样一个结果吗 你总的这个丫头骗子 欺负到了我的头上了 你就不怕天打五雷哄吗 哼 就算打雷 第一个也是把你这老前婆给哄了 大哥 不是我这做弟媳妇的说你啊 你就是让大家伙给平平理 这事呀 也是你做的不对 不说你和大嫂 把娇娇灌的玫瑰去 就说这席子和童胡 你孝敬给爹和娘怎么了 你这里还有满满当当的一马车呢 秦万领嘴笨 一肚子的话却不知道怎么说 张红了脸梗着脖子不说话 二婶说的是 是没什么 要不我拿着这一马车的东西 换银和奶的房子吧 毕竟你们都有地方住 我们家是借房子住 是不是 是啊 昨天你们分家的时候 可没想着说 万里说和你们是一家人 就差让他们一家三口光丁搬出来了 我爷爷说 这十里八乡 还没谁家分家 是这样的分法 昨天的分家 村里人不说个个到场吧 可全城看完的人也不少 哎呀可不是嘛 今儿一大早呀 我娘家嫂子还托人带话呢 问是不是真的呢 还说呀 这往后谁家的女儿呀 还敢往马领村嫁呀 马领村地处深山 山里人本就难娶媳妇 名声坏了 就更难说媳妇了 一时间养了儿子的人家 纷纷对侯氏指指点点起来 侯氏哪曾想撒泼打赖都站不到好呢 眼见的一大半的人都在指责他 剩下的一小半 虽没有指责 却也没有相帮的意思 心里那个恨呀 他嗷的一声 从地上爬了起来 一头朝着秦万领撞了过去 我不活了 我还活着什么劲呢 我 秦万领本就有伤在身 哪里惊得起侯氏这权力的一状呢 秦娇扔了火钱 便朝他爹扑了过去 想要替他挡住侯氏这一状 刘氏像是一早就等着一样 秦娇才动 他便上前把人给拦住了 秦娇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他爹摔在地上 侯氏对着他 又是抓又是挠的 秦娇后悔了 他不该扔了火钱的 早知道会这样 他就该抓着火钱 把刘氏抽成个猪头 反应过来的村里人 忙不迭地上前 试图将侯氏和秦万领分开 侯氏却像只吸血的马黄一样 死死巴着秦万领 怎么也不肯松手 刘氏的回答是 狠狠在秦娇腰间的软肉上捏了一把 你爹和你娘真是把你惯坏 没大没小的 连你奶都不放在眼里 今天我就要替你爹娘 好好地教训你 说着 抬手便朝着秦娇脸上扇了过去 这世上的坏人不少 但像侯氏和刘氏这样 又坏又蠢 而不自知的 却实在不多 难道他们不知道 他早就想动手了 只是因为不想让人说 他娘不会生儿子 连个女儿都交不好 才一直压制着 好吧 阎王拦不住送死的鬼 刘氏一心作死 他成全了 秦娇突然冲刘氏 咳了咳牙 这笑实在是诡异得很 以至于刘氏目光一僵的同时 手上的动作都忘了 还是私密处的顿痛 使得刘氏回过神来 刘氏下一世地想要伸手去舞 然后才伸出手 便想到了 这是大厅广众之下 他收了手 夹紧双腿 呲牙咧嘴地指着秦娇 小畜生 我打死你这个有娘生没娘叫的东西 救命啦 我审慎她要打死我 秦娇一边喊着 一边任由刘氏将她抓住 趁着混乱间 手里的针再次准确无误地 扎进了刘氏的胸口 说起来也是刘氏倒霉啊 这针她埋的时候随手别在了袖口 路上忘记取下来了 这会儿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她的凶器 刘氏吃痛地嗷的一声跳了开去 秦娇趁势跑向了抱着她爹撒狠的侯氏 奶 你别打我爹 你要打就打我吧 说着话的同时 手里的绣花针狠狠地朝着侯氏身上扎了下去 侯氏哪里会想到秦娇会出这样的阴招呢 痛得当场就尖叫了起来 她又不是肯吃亏的主 抓着秦娇将她摁住 巴掌与点子似的往下落 秦万灵自然不能同意 抓住了侯氏的手 秦娇趁机又给了侯氏好几针 她就不信了 侯氏还能脱了裤子让人厌伤吗 侯氏吃痛不敢再纠缠 趁势倒在地上打起了滚 哭天强地起来 小教 快让爹看看 打在哪里了 很痛吧 秦娇本想说她没事 但转眼却想到了 这是个让秦万灵彻底死心的机会 爹 我二生和奶奶打得我好痛啊 我快冻死了 小教 你哪里痛 你和爹说 秦万灵哆嗦着手 想摸又不敢摸 七尺高的汉子眼泪哗哗地直往下掉 秦娇虽然是个女儿 可长这么大 他们夫妻俩一个手指头都不舍得碰 偏今天让侯氏和刘氏婆媳俩轮着打了 心里那个恨呢 如果可以 她恨不得把这两人多碎了喂猪 啊 她刘婶啊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你一个当婶婶的 怎么能动手打侄女呢 我 刘翠娥 我和你拼了 诗诗自人群外一头扎了进来 一把薅住刘氏的头发 眨眼间两个女人便你一爪子 我一巴掌地打了起来 秦娇有点傻眼呢 毕竟这是诗诗第一次和人动手 动手的那个人还是刘氏 侯氏自然不能让刘氏吃亏 也不打滚地跳起来便朝诗诗扑了过去 奶 你别打我娘 要打就打我 侯氏顿时心生恐惧 下意识地两腿一紧 连连地往一边躲去 秦娇心里暗暗可惜 她还想趁机再扎几针呢 啪 诗凤云你疯了吗 你敢打我 刘氏尖叫着 一双手不要命地往诗诗脸上招呼 诗诗顿时感觉脸上火烂烂的痛 她咬着牙关不管不顾 两手抓着刘氏脑袋 用力地往地上砸 只一下便将刘氏砸得两眼发火 脑袋嗡嗡直响 一边的侯氏急得不行 再砸几下还不把人给砸死了 刘氏死了不要紧 两个宝贝孙子怎么办呢 猴氏这会儿也顾不得会被秦娇扎了 扑上前薅住湿式头发 咬牙往后拽 娘 您松手 您这样会伤得富云的 刘氏趁机爬了起来 对着毫无防备的秦万领 狠狠地挠了下去 刹时间 秦万领脸上一片血肉模糊 她爹 一旁的秦娇 眼见得自己爹和娘都吃亏了 眼底胸光一闪 二话不说再一次一头扎进了战场 针藏在指缝间 一气在猴氏身上扎了十几二十下 你放开我娘 我求你了 你别打我 你和我娘 你要什么我们都给你 你留我们家一条活路吧 没喊一句 秦娇便往猴氏身上 狠扎一针 于是乎 除了秦娇喊破嗓子的求饶声 便是猴氏一声高一声低一声的呼痛声 更糟糕的是 不论她怎么用力 都挣不开死死扒着她的秦娇 更要命的是 秦万领和施氏怕秦娇吃亏 夫妻俩一人一边 死死地扒着猴氏手不让她动 猴氏简直都快疯了 刘氏知道秦娇下阴手 想上前又不敢上前 不敢上前又怕猴氏秋后算账 五个人就像是尾巴打结缠在一起的老鼠 转来转去热闹得不行 趁着村人上前 秦娇将手里和别在衣裳上的针扔在地上 还不忘用脚踩了踩 紧接着又飞快地在胳膊和大腿上捏了几把 我要去衙门告你们不孝的东西 简直是没有天理了 紧交个小畜生 他拿针扎我 好痛啊 痛死我了 柳叔祖啊 您老可要替我们做主啊 昨天分家的时候 是大哥亲口说的 四十八节的孝敬少不了 今天为了穿席子和铜壶 就把我娘给打了 这是人干的事吗 万灵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秦万灵当下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给说了一遍 柳叔祖 您老要是不相信我 可以问问大家伙 到底是谁在撒谎 谁撒谎 秦万灵 你个黑心懒干的畜生 你自己养了个什么玩意儿 你不知道吗 我都快被你养的小畜生 扎成筛子了 奶 我没有扎你 我真的没有 我拿什么扎你啊 还有 你说我扎你了 你到时候说我扎你哪了 不然你给大家伙看看 给大家伙看看 秦娇的意思是 让他在大厅广众之下 脱了衣裳验伤 不然就是他撒谎诬陷不成 侯氏气得差点吐血了 侯氏和刘氏不肯脱衣裳验伤 只一味地要求秦德顺做主 惩罚秦万灵一家三口 可秦德顺不是秦茂山 不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更别说在场的村民 这会儿都一股脑的 偏向了秦娇他们一家三口 说着侯氏婆媳俩的不适 几十岁的人了 要点脸行不行 我怎么不要脸了 您老呀可是组长 处事得公正 明明就是秦万灵他不孝 行了 我跟你这黑心眼的妇人说不行 你回头让茂山来和我说 侯氏自然不能同意 张嘴便要好 秦德顺一个眼刀子飞了过去 再胡叫蛮缠 观祠堂请家访 足归处置 都散了吧 啊 没事干闲得慌啊 就帮万灵家 把这些东西归着归着 侯氏和刘氏虽心有不分 可具于秦德顺的威望和势力 不敢再作妖了 脱戏俩刀叨逼逼的往秦氏老宅走去了 太叔祖 谢谢你 你是个能干的孩子 好好把这个家撑起来吧 嗯 太叔祖 我会的 不是千错万错 可到底 又一样没错 他养大了你 有些事啊 就别太放在心上 他要是真过分了 你来找我 我替你做主便是 动手就是你们不对了 六叔祖 我没有动手 我 我知道 我就是给你提个醒 有些事是万万不能做的 目光有意无意的 缩了眼一侧的秦骄 顿了顿道 行了 你去忙吧 乌石镇 墨家 昏迷了一天一夜的审视 慢慢的睁开眼睛 啊 夫人醒了 陶菊 快去禀告大少爷 夫人醒了 哎 妈妈 我这就去 你刚才 让陶菊去禀告谁啊 夫人呐 少爷他回来了 啊 川儿 川儿 他不是在省城吗 他怎么回来了 昨天半上午的时候 少爷突然回来的 少爷到家 问了您的一番情况后 便去了摆药堂 把廖老先生请来了 夫人呐 也亏得少爷他回来了 不然您就 张妈妈没敢说那个字 即便审视逢兄化吉 可还是有忌讳的 可是 他的相识怎么办呢 樊先生都说了 他这次 有九成考中的可能啊 都是我的错 是我连累了他 您别这样说 相识 又不是只有纪念一次 可如果您没了 真就没了 想到之前的凶险 张妈妈眼泪速速的 只往下掉 沈氏也想到了 还想到 那个生下来 就没了气息的女儿 心里刀割似的一样痛 他一直都想要个女儿 好不容易老天爷开恩 谁知道 夫人呐 你还坐月子呢 可千万不能哭啊 把眼睛哭坏了 怎么办呢 沈氏由着张妈妈 替他逝去脸上的泪 川儿 怎么会这个时候回来的 可是有人 给他送信了 省城离乌石城相距几百里 便是马不停蹄地跑 也要跑个几天几夜的 他是因为意外才早产的 从发作到生产 也就是几天的时间 就算是有人送信 估摸着这会儿 信还在去省城的路上呢 神是百思不得其解 同样的后照院 莫老太爷 同样百思不得其解 他看着眼前 承载着他所有期望的长孙 没有人给你送信 是因为你梦见你娘难产 你才赶回来的 是的 莫老太爷 捋着河下的山羊须 沉吟着没有之声 爹 你这事不打算 给齐儿做主了吗 你想祖父怎么替他做主 同样的 给我来一鞭子 逆子 你这是什么态度 齐儿是你亲弟弟 你怎么就下得了这样的手 您错了 他是你儿子 但不是我弟弟 你在替莫齐讨回公道之前 是不是应该先还我娘一个公道 离临产还有一个多月 他为什么会突然早产 你这是什么话 啊 他为什么早产 我怎么知道 还有 我们现在说的是 你打伤齐儿的事 你别扯那些有的没的 莫明成不看莫合正 他知道 这个人在他们母子头上 已经不是偏心 而是完全没有心了 在回来之前 我已经让人去石城县 送信给舅舅了 算着时间 他应该这两天就会到 到时候 是合理还是告官 看舅舅的意思办吧 小畜生 你什么意思 就连莫老太爷也变了脸色 敌长孙有出息 他自然高兴 可数出的孙子资质也不差 家已时日科举入室 朝堂之上 必然也会有他的一席之地 可现如今 容貌被毁 今生今世都没有入室的可能了 心中遗憾的同时 对长孙 自然便也有怨怪之意 只是还没等他想好怎么处理 长孙却说 沈家要来人了 对上莫老太爷 威严震慑的目光 莫明成 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 孙儿已经想好了 主要是舅舅执意 让母亲和父亲合理 孙儿便跟随母亲 去沈家 并且改姓神 莫老太爷一口气 差点没蓄上 逆子 我打死你这个五逆不孝 没有人伦的东西 哎 也好 长孙这脾气实在要不得 确实也该受点教训 只是 意料中的巴掌声 却没有响起 等莫老太爷睁开眼睛看时 才发现 莫明成 攥住了 莫和正 高高举起的手腕 这世上 谁都可以教训我 唯有你 不能 我不能 我呸 你是我生的 我养的 这世上除了我 谁还有资格教训你 只是 他虽然比莫明成 升得高 升得壮 可常年的酒色亏空 早已经是一副空架子了 而莫明成 打从三岁起 除了读书 写字 做文章外 还东练三九 下练三福 学了一身的好功夫 真要动起手来 这个老子 根本不是儿子的对手 你可以 但你不配 莫明成 松开了莫和正的同时 略移用力 莫和正 亮强着 差点便一屁股蹲在地上 畜生 你给我滚 现在就滚出这个家 走 肯定是要走的 但什么时候走 怎么走 却不是你说了 好啊 他就说 这是个黑心烂肝的小畜生 怕是 他早就计划好了的 毁了齐儿的容貌 让他无缘仕途 这样 他就能在莫家呼风唤雨 以之独大 爹 您看到了吧 我早就说这畜生天生反顾 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们莫家 您现在信了吗 莫老太爷默然不语 他目光沉沉地看着 烛光斑驳的地面 心里是又好气又好笑 气的是 同样是自己的血脉 儿子蠢得像头猪 孙子却聪明地像只狐狸 好笑的是 蠢的人蠢不自知 聪明的人也不点破 穿儿 你这是想逼祖父 废子立孙是不是 爹 您什么意思 什么废子立孙 我 我怎么听不懂 您在说什么呀 莫老太爷不看莫合正 而是目光沉沉地看着莫明成 穿儿 你心里到底怎么打算的 不如全都说出来吧 孙儿能有什么打算 母亲的委屈不能白受 妹妹不能白死 这一切都该有个交代 祖父 您说是不是 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你要什么交代 你跟谁要交代 粗力的吼声 站得莫老太爷耳朵疼了 你要是不能好好说话 就滚出去 爹 您兄我干什么呀 明明是这小畜生 门外伺候的下人 个个筋肉寒蝉 以至于来报信的陶局 还没进院门 便被拦了下来 夫人醒了 想要见大少爷 老太爷正在发脾气呢 这个档口谁敢进去 替你通船呢 哎呀 等等吧 等过了这阵风口再进去 陶局是个死心眼 想着自家夫人死里逃生的 想见一眼大少爷 怎么就不行了 当下不管不顾的便往里闯 少爷 大少爷 夫人醒了 陶局的喊声 打破了屋里 令人窒息的寂静 祖父 孙儿告退 也不等莫老太爷开口 便大步地走了出去 爹 您看看您 都给他灌成什么样了 莫老太爷 却是一个冷刀子 砸了过来 你媳妇醒了 你不去看看 我不去 我去能干什么呀 再说大夫说过了 人能醒过来 就是没事了 我得去看看齐儿 对了 爹 我跟您说件事啊 我想带齐儿 去府城看看 说不得府城有好大夫 能看好他脸上的伤 你刚才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 你再说一遍 我说 我要 爹 您打我干什么呀 我打你干什么 我打死你这个猪油 蒙了心的蠢货 爹爹爹爹爹 您这是干什么呀 墨合正一边喊 一边往外逃了出去 蠢货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蠢出生天的王吧 老太爷 老爷他可是您亲生你的踏实王吧 您是什么呀 你别笑 沈氏看着眉目间 难眼疲惫倦怠之色的儿子 还没开口 眼泪就先掉了下来 您还在坐着月子 别哭 哭坏了眼睛怎么办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我在府城那几天 一下心神不宁 总感觉又出什么事 有天晚上做了个梦 梦见你浑身是血的来向我告别 梦醒后我就马不停蹄地往家赶了 他没说因为走得太急 他甚至连身路上唤醒的衣裳都没带 一个梦便让儿子连前程都不要了 沈氏心里又是愧疚又是安慰 这个家里到底还是有人把他放在心上的 只可惜错过这次相识 儿子就要再等三年 都是娘不好 是娘连累了你了 我不喜欢您这样说 相识三年一次 这次不考下次还能再考 您有个好歹 我还能去和阎王爷抢人不成 川儿 你妹妹他 我已经和祖父说过了 这件事 他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张妈妈说 你打伤了墨琪 你爹他没怎么样你吧 话落 目光紧张的上下打量的莫名城 生怕伤了哪儿碰着哪儿的 我没事 您不用担心 他蠢 祖父可不蠢 唉 现在 有你祖父在 他还有所忌惮 可要是以后 你祖父没了呢 祖父没了 我还在 你放心 我肯定能护住你的 我回来之前 让人烧了兴趣外祖家 估摸着这两天 舅舅应该就要到了 如果舅舅让您和离 您愿意吗 和离 可是想到和离的代价 是同儿子再难相见 他就怎么都下不了这个决心 我自然是愿意的 这墨家大夫人 谁爱做 谁做去 我不稀罕 可是 如果我同你爹和离了 你怎么办呢 白氏那个贱人 早就视你为肉中刺了 现在 你又伤了墨琪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川儿 你去你舅舅家吧 你 我和祖父说了 要是您和离 我和您一起离开墨家 您会将我过继到舅舅膝下 除非你祖父他疯了 不然 他肯定不能同意的 同不同意是他老人家的事 我们不操这个心 因为四面环山 马领村时常云雾缭绕 忽略掉村子的闭塞和贫穷 单论景色 道一声人间仙境也不为过 石英 看到娇娇了没 周石英摇头 从牙上往下看 只有一片葱绿的绿色 再往下是条山溅小溪 唯独不见琴娇的身影 网秋得不到回答心里着急 对周石英喊道 你来抓绳子 我来看看 蝶虎呢 这里就说你力气最大 你不把这绳子 娇娇这样有事怎么办 道五 要不你下去看看 我 望秋 你知道的 我 我怕高 哈 秦道五 你没做梦吧 你跟山里相讲吧 平日里不是上树掏鸟 就是甲河抓鱼 你说你怕高 还不如说你怕死呢 秦道五一张微微泛黑的脸 煞时长成了猪肝子 他是男孩 就算是年纪不大 也是要面子的 谁怕死 我才不怕呢 说完话 便松开了手里的绳子往前走 道五 你疯了 你想害死佼佼吗 秦道五一个机灵 下意识地紧了紧手里的绳子 留下回头想要说几句网秋 却感觉手里的绳子陡然一清 不由地对正要走过来的周时英道 时英 你再去看看 焦焦应该到了 打住了 我要下去了 时英 一句小心血还没说出口 周时英已经下了牙壁 牙下 秦娇看着枯树下 一层橘红色 像极了新鲜牛肉干的牛樟菇 激动得整个人打起了哆嗦 牛樟菇啊 全世界只有宝岛才能自然生产的东西 万万想不到竟然会在这里找到 这从牛樟菇 不说成百上千 几十两的银子绝对值得 秦娇深吸了口气 取了杯楼里的药厨 蹲下身 小心翼翼地将那从约摸一斤左右的牛樟菇 连着泥土一起挖了出来 放在杯楼里 时英 你怎么下来了 我来看看 有什么能帮忙的 秦娇之所以会吓到这崖壁 是因为他想试试运气 看看能不能找到铁皮石壶 不曾想运气好的爆棚 没找到石壶 却找到了牛樟菇 我弄到好东西了 先上去再说 焦焦 这不是蘑菇吗 焦焦 这就是你说的好东西啊 刘夏和秦道武 同样一头雾水地看着秦娇 这个叫牛樟菇 当然 也可以叫牛樟菇 是一味名贵的药材 就是说 它可以卖钱 卖得还不便宜 是吧 嗯 是的 我估摸着 卖个十几二十两应该不难 这还只是他的保守估计 按后市价格来说呢 这朵牛樟菇 卖个二三十万 是妥妥的 那么多啊 这么多呀 嗯 这是我预估的价格 不过真正能卖多少 得看运气 焦焦 我们去县城卖吧 我爹说 城里的柴货都比镇上卖得贵 这么好的药材 县城的药堂肯定比镇上的药堂出的价高 周时英见他不说话了 便也没有再吱声 焦焦 哎 这事让焦焦决定 他说在哪里卖 就在哪里卖 秦焦自然是想多赚点的 不说他这会儿缺钱缺得想疯了 就算不缺 那也没人和钱过不去不是 他只是想着 他之前答应过廖老先生 药材都卖给他 现在有了好药材 问也不问他一声 就卖给别家 好像不大好 还是先去白草堂 问问廖老先生嘛 要是他给我的价格合适 就还是卖给他 石英几个虽然略感失望 但都尊重了秦焦的决定 几个人在山里又转了几圈 挖了些别的药材后 眼见天色不早 便收拾东西回了村子 四日 秦道五赶着自家牛车 接了秦焦去镇上的白草堂 因为来得早 药堂人不多 廖永贵正在给人枕着脉呢 廖老先生副手站在一边看 老先生 我昨儿得了杯好药材 您看看收不收 哎呦 是吗 快拿给我看看 秦焦小心地从竹楼里 将牛樟枝拿了出来 牛樟枝 既然识得这是牛樟枝 那么自然也清楚他的价格 秦焦心里松了口气 这样一来 可省了他不少的口舌呢 是的 老先生没说错 正是牛樟枝 廖老先生接了过来 一边爱不释手地打量着 一边问道 秦姑娘 你打算买多少啊 老先生准备出多少 廖老先生才要开口 却在看到了药堂外的人来人往后 话声一顿 秦姑娘 我们去后面说吧 行 不过我得先去和我堂哥说一声 不然回头他进来 看不到我人 他是得着急 不想 正说着话 挺好牛车的秦道武 已经从外面走了进来 老先生 他是我堂哥 叫秦道武 老先生 廖老先生和蔼地点了点头 对秦焦道 我们去后堂说话 这里不方便 百草堂和镇上大多数人家的铺子一样 都是前殿后院的格式 四四方方的小天井 一间正房 外加东西两间厢房 收拾得很是干净长齐 秦姑娘 这里没有外人 你说个价吧 那我就不跟你了客气了 您看五十两银子怎么样 五十两银子 秦道武紧张的 连大气都不敢喘了 甚至是连目光都无处安放 既不敢看向廖老先生 也不敢看秦焦 只想着 明明之前说的是十几二十两 咱们这会儿就变成五十两了 秦焦却是落落大方的 看着廖老先生 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 秦姑娘 五十两可不便宜啊 一只上等人参 也就这个价吧 是不便宜 不过老先生想必也知道 他真正的价值远远不值五十两 你说是不是 真是个有趣的小姑娘 行 五十两就五十两 我这就去取来给你 小焦 你再掐我一下 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 这一路上 秦焦已经应秦道武的要求 掐了他不下十次 还掐呀 你不痛 我手确实痛了 不掐了 这下你爹和你娘不用犯仇了 十两银子 别说是给你娶媳妇 遇上好说话的人家 连你弟的媳妇本都有了 山里人穷 要不是聘礼给的够 家里有女儿的都不愿意把女儿往山里嫁 于是肚子蒸气 生了三子一女 虽说多子便是多福 可想到以后要给三个儿子娶媳妇 于是和秦婉章夫妻俩就觉得 身上像压了座山一样 小焦 这银子 你是打算投我们几个平分吗 不平分 难道我一个人独吞呢 不是 我的意思是 站住 只见四五个 啪哩啪气的男子 吊儿郎当的站在路中央 正不怀好意的 朝着秦道武和秦娇两人看来 虽然不常来镇上 可这几个人 秦道武确实知道的 这些人是镇上有名的地痞 为首的人绰号赖老八 专门干着坑蒙拐骗 欺男霸女的勾当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小崽子 你赖爷爷来送福气了 把人带走 混混们一哄而上 目标直指 牛车上的秦娇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忘天话语之下 强强迷女 还有没有王法了 小畜生 赖爷爷告诉你 在这乌石镇 你赖爷爷就是王法 话落 赖老八 杨手便朝秦道武 狠狠地扇了下去 这一巴掌要是扇在脸上 怕是牙齿 都得掉两颗 秦道武却不敢躲 他怕自己要是躲开这一巴掌 身后的秦娇就得遭殃 便在秦道武闭着眼睛 准备硬扛这一巴掌时 秦娇却猛地扯了把秦道武 好小子 敢躲你赖爷爷的巴掌 不想活了是吧 给我往死里打 秦道武白了脸色 他不过就是个孩子 赖老八他们可是成年的男子了 一个对一个都够他瘦的 更别说还五六个人一起上 可就这样他也还是死死地拦在了秦娇的身前 秦娇你快跑 我拦住他们 跑 秦娇可不认为自己能跑得了 狭路相逢勇者胜 今天不是赖老八死 就是他亡了 道武他们的目标是我 我拖住他们 你找机会跑 他没说让秦道武回去找人 先不说等他爹娘赶来黄花菜都凉了 便说能在乌石镇为非作歹这么多年都没出事 只怕赖老八背后的势力大着了 他爹和娘来了也是炮灰的下场 也不等秦道武反驳 秦娇一把推开他 一头朝赖老八撞了过去 呃 娇娇 秦道武急得眼睛都红了 他没有如秦娇希望的那样拔腿逃跑 而是仗红着脸抓起牛车上的扁单 胡乱地抡了出去 呃 我跟你们拼了 这个时候 街道两头已经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 可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帮忙的 个小杂种 敢跟你赖爷爷玩横的 爷今天弄不死你算你命的 赖老八骂骂咧咧地撸了袖子 便要对秦道武动手了 他是根本没有把朝他撞来的秦娇看在眼里的 在局赖老八还有两步距离时 他突然纵身而起 与此同时手底寒光乍现 照着赖老八的面门狠狠地落了下去 赖老八怎么也没想到秦娇还能玩出这一手 惊得一时忘了反应 直至寒光落进眼底 他凹的一声喊了出来 脚一软 咚的一声跌坐在了地上 却在这时秦娇手里的刀狠狠地插在了他两腿之间的地上 秦娇的反应很迅捷 拔刀纵身 目标仍旧是赖老八 赖老八不是没遇上过狠人 可像秦娇这样见面便动刀的却是头一回 更要命的是秦娇不是吓唬人 而是他真的要杀人 黄麻子 八连 你们还不快来帮忙 黄麻子几个已经抢下了秦道武的扁担 正你一拳我一脚的群殴秦道武呢 听到喊声回头看了过来 眼见赖老八被秦娇逼得如同丧家之犬 当即便一窝蜂地跑了过来 人群里 廖永贵眼见秦娇 被黄麻子一棍子打在手上 握刀的手颤了颤 却硬是没有松开 爹 秦姑娘今天怕是要凶多吉少 我们要不要帮帮她 帮 怎么帮 赖老八身后的人是谁 别人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吗 父子俩还在纠结着帮不帮时 场中的秦娇在一刀扎在黄麻子胳膊后 最终还是双拳难低四手 被赖老八几个给摁住了 秦道武抹了把嘴角的血 抓起扁担要救人 被赖老八的人一拳头抡翻在了地上 横劲地剁了两脚 眼见的秦道武脸色惨白 抱着肚子痛得直打哆嗦 这才狠狠地催了一口 转身朝赖老八走去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 都给你爷爷我散了 黄麻子抓着鲜血淋漓的胳膊 哆嗦着对赖老八道 八爷我得找个大夫看看 这长风太狠了怕不是给扎了个对穿啊 去吧去吧回头老地方见 秦道武挣扎着爬了起来 孤零零地站在牛车旁 挨打湿没哭的 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哭声凄凉 哭声凄凉却没能阻止淡漠离开的人群 哎呀你这孩子你坐着哭有什么用啊 还不赶紧回家找你们家大人 迟了呀你妹妹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哭得正伤心的秦道武猛地爬了起来 哆嗦着手脚往牛车上爬 却因为太过紧张慌乱几次都没能爬上去 廖永贵走上前伸手扶住了秦道武 你这时候回家找大人 哪里还来得及啊 大叔你好人有好棒 您帮帮我吧 孩子你求我没有用 我要能帮早就帮了 哎呀我给你这条名路 你去墨家找墨家的大少爷 求他救救你妹妹 墨家秦道武是知道的 只是墨家的大少爷他只是听说过 连个照面都没打 他去求他救人他能同意吗 墨夫人当日难产 有了你妹妹的药才转归为安的 你去试试 万一墨家记这个人情呢 秦道武听了不再迟疑 磨了把脸上的泪 赶着牛车就去了墨家 廖永贵目送牛车走远了 转身朝着等在角落的廖老爷子走去 爹 您说墨家道少爷会出手吗 廖老先生摇了摇头 转身往百草堂走去 早前私下里有传言 说是墨老太爷决定 越过墨老爷 将墨家直接传给墨大少爷 您说会是真的吗 廖老先生仍旧没有吱声 他早先以为赖老八是冲那五十两银子来的 可赖老八的目标却是秦娇 无冤无仇的赖老八 怎么就会针对起秦娇这么个小姑娘呢 自然是因为墨家的那位白姨娘 要知道赖老八的娘和白姨娘的娘 可是嫡亲的姐妹 赖老八在这吴时镇混得风生水起的 仗的不就是墨家的事吗 墨大少爷伤了墨二少爷 因为有老太爷撑腰 墨老爷也拿墨大少爷无可奈何 白姨娘便恨上了秦娇 让赖老八这个表兄拿了秦娇去泄愤呢 秦娇不是个能忍气的主 就在赖老八的手再次拍下来时 他瞅准时机脖子一歪 快很准一口咬住赖老八的手掌 下一刻全身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牙齿上 哎呦 松开 臭婊子 几人蜂拥上前 两人抓住秦娇的身子 一人则捏住秦娇的下颌 八脸则用力地掰着秦娇的嘴 秦娇满嘴都是血腥味 他甚至能感觉有咕咕的血水 浑着口水往喉咙里流淌 可就是这样 他也仍旧不肯松口 横竖都是一个死 就是死 他也要咬下赖老八一块肉来 弄死他 弄死他 八脸眼底胸光一闪而过 拔出了别在腰间的匕首 便要朝秦娇捅 八脸睁大了眼睛 不敢相信地看了莫名城 烧情身体轰然倒地 抓着秦娇的小混混发出尖厉的残叫声 松开了秦娇 拔腿便朝堂屋跑去 莫名城没有看赖老八 但莫到近乎无情的目光 落在了秦娇的身上 四目相对 秦娇下意识地扯了扯嘴角 脸上站起了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 莫名城没稍微动 不是很明白 这样的情况下 怎么这姑娘还笑得出来呢 确认秦娇没有性命之忧后 莫名城微微侧脸 都出力了吧 祥林汉手 拔腿朝堂屋走去 只是很快随着两道闷哼声响起 小月变得死一般的寂静 赖老八看了眼一脸无动于众的莫名城 头皮渐渐发麻 听到身后渐渐地响起的步子声 他突然拔腿便朝破烂的窗台跑去 却被祥林一把揪住了后领 莫川 你不能杀我 赖家就我一根毒苗 要是我死了 我表妹他不会放过你的 祥林没有理会赖老八的尖叫 抬手便要朝着赖老八脑门砸了下去 慢着 他就说嘛 这天底下就没有儿子干得过老子的 莫川再能干又如何 他爹是莫和正 莫和正的心头肉是他的表妹 表妹 就这么让他死了 太便宜了 断了他的四肢 割了他的舌头 扔到东街上 去做乞丐吧 莫川 你 你敢 我表妹知道了 他不会放过你的 莫明成没有理会他的威胁 而是看着被这个变化弄得有点反应不过来的秦娇问道 你要留下关心吗 秦娇头摇得像个波浪鼓 莫明成这是什么眼光啊 难道在他的眼里 他看起来像是那种凶残成性的人吗 念头起 秦娇小心翼翼地打亮着莫明成 莫明成却对着他挑了挑嘴角 脸上站起了微微的笑 笑容温和 带着少年公子的矜持 又带着文人默克的漫不经心 和谐中透着些许怪异 让人很难忘记 秦娇看不透莫明成 莫明成却在院子里想起长短不移的惨叫声后 对站在身侧一副事不关己模样的秦娇问道 你不害怕吗 我为什么要害怕 莫明成轻亮的眸底 又笑意再一次一闪而过 目光探究地看着秦娇 你很不一样 莫少爷您真会说话 我怎么就不一样了 不也是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吗 是吗 莫明成笑着 用一种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的目光 看着秦娇 目光温和 但却啄得秦娇急被发烫 要不是骨子里有这个成熟的灵魂 秦娇怕是早就要败下阵来了 可即便是这样 她还是感觉到了深深的不安 达定主意 以后离莫明成有多远离多远 为了缓解心中的不安 秦娇没话找话地问道 你不是叫莫明成吗 赖老八怎么去喊你莫川呢 名成是我的字 莫川才是我的名字 哦 她如果没记错的话 不是要到二时举行若观礼时 才会有长辈另外取字的吗 怎么莫川这个年纪就有了字呢 而且似乎她这个字比她的名还要响呢 怕是半个乌石镇的人都知道莫明成是谁吧 却不知道莫川是谁吧 天色不早了 我们离开这里吧 你那个堂兄 怕是要等得着急了 道武 他在哪里 因为两人前后就隔了半个月 时故秦娇从小到大都是直呼齐鸣的 他在李玉桥等你 秦娇心里有很多的疑问 比如莫明成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还有他回去后莫老爷子会不会为难他 但转眼一想 问了又能怎么样呢 他也帮不上 还不如不问呢 那我走了 今天的事情谢谢你 不用谢 应该的 你去吧 别让你堂兄等急了 焦焦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呢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黄麻子踢的那两脚 秦娇是看在眼里的 有心想劝秦道武找家医馆去看看 秦道武却想在他开口前道 没有 我好着呢 就我这皮糟肉厚的 再来几下都没事 小焦不早了 我们赶紧回家去吧 那行 我们先回家 你回头要是觉得哪里不舒服了 明天再来镇上看大夫便是 别心疼银子 现在我们最不缺的就是银子了 秦娇提起银子 秦道武猛的便想起了 他藏在牛车里 竹楼里那五十两银子 之前光顾着担心秦娇了 都没检查一下 银子还在不在 越想越后怕 秦道武一把抓起了牛车上的竹楼 却在下一刻 整个人如同雷劈 怎么了 道武 银 银子不见了 秦娇一听说银子不见了 心跟着一沉 眼见秦道武哭得 整个人都打起了哆嗦 不是爬上牛车四处翻着 就是钻到牛车底下胡乱翻掌 不见了 真的不见了 秦娇也心疼啊 但想着今天能有命活着 都已经是老天开恩了 银子没了就没了吧 只要有人在 还能赚不到银子吗 哎 行了 道武 别找了 应该是让人车乱摸走了 没了就没了 我们再努力赚就是 五十两啊 你也说了 这样的好运气 不是每回都有的 我们到哪再去赚到五十两啊 哎呀 有人在 还怕赚不到银子啊 回家去吧 再不回去 你爹还有我爹 怕是得摸黑找到镇上来了 秦娇远只是随口一说的 没曾想 秦万张和秦万领兄弟俩 真举着个火把 一路来赢他们了 爹 我把卖料的银子给弄丢了 丢 丢了多少 五十两 五十两 秦万张一个哆嗦 差点就一屁股蹲在地上 还是秦万领眼疾手快的 一把扯住了他 站稳了的秦万张 问也没有问秦道武一句 银子是怎么丢的 抄起地上的树枝 劈头盖脸的 便朝秦道武抽了下来 按照秦娇的意思 他是不打算把今天在镇上发生的事 告诉家里大人的 但眼见的秦万领都拦不住秦万张 情急之下 只能先拿话 把人震住了再说 佳佳你们遇上什么事了 你 你没事吧 我没事 眼见秦万张也走了过来 当下便将他们卖了牛章枝 却被赖老八几个拦下的事给说了 幸亏到我去莫家找了莫大少爷 不然 我哪还能活着站在这里 同你们说话呢 是白草堂的廖掌柜 让我去找莫大少爷的 哎呀 下次不能再让你单独去镇上了 说什么也得有个大人陪着 秦焦本想说 赖老八已经废了 掀不起什么风浪了 但想到伤人杀人都是犯法的事 莫名成好心帮他 他可不能替他惹祸 便将到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转而说道 您别担心 这次是我大意了 下次我会小心的 三叔 我们回去吧 先生和我娘该等得着急了 秦万张虽然还心疼那五十两银子 但到底人比银子重要 儿子能好端端的站在面前 比什么都强 可不是等着急了 赶紧先回家吧 叫秦焦意外的是 等在他家里的除了于氏和望秋娘俩外 还有石英母女俩 小焦 怎么这么晚回来啊 出了点事 所以回来得迟了 出什么事了呀 焦焦 这时 吴氏和石英的娘汪氏 也已经走了过来 秦焦才带开口 跟在后面进屋的秦万龄 抢了话说道 焦焦这一天水都还没喝上一口 先让他喝口水吃点东西 垫垫肚子再说吧 一听秦焦这一天都水米不沾的 时时顿时心疼得不行啊 联盟去将锅里留着的糙米饭和菜端了出来 招呼着秦焦先去填饱肚子 秦焦摇了摇头 招呼着望秋他们几人坐下 然后将白天镇上发生的事 又再说了一遍 当然 有些不能说的 便被他给含糊带了过去 听说那层牛樟枝 卖了五十两银子 望秋和石英激动的 差点抱在了一起 等再听到赖老八带着人找麻烦 两人脸色顿时一片惨白 最后知道是莫名成救了秦焦后 望秋和石英脸上复杂的神色 已经是言语难以描述了 莫名成啊 那个只出现在传说中的人 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们的生活 会和他有所交集 哼 挨千道的畜生 让他拿着银子买一辈子要吃吧 汪氏的娘家爹是秀才出身 他自诩是书香门第 平时很是注意自己言辞以表 可这会儿也忍不住跟着骂道 哼 买什么药呀 买棺材板还差不多 这个夜晚 对秦焦他们几家来说 注定是个不眠职业 毕竟得而复失 远比从未拥有更折磨人 五十两银子 怕是要成为这几家 未来几年间的遗憾 莫名成陪着沈氏用完晚餐 见沈氏精神比前些日子好了很多 便问道 今日天气不冷不燥 母亲要不要去院子里走走 消消失 这怎么能行啊 夫人还在院子里呢 算了吧 我还是不去了 你要是觉得闷的话呢 让丽宇陪你去走走吧 不用了 我还是陪您说说话吧 白日里 我好似听陶菊说 有人来找你 说是自家妹子出事了 是你书院的朋友吗 他妹子出事了 怎么来找你啊 对上审视眼底的关切和隐隐的不安 莫名成想了想 将赖老八为难勤教的事情 给简单的说了一遍 说起来这位秦姑娘 也是是我们牵连 如果当日她不送药 也不会受了这无望之灾 是啊 多亏了这位秦姑娘 我想过了 等过些日子 或是让人去接了这姑娘来 又或者呢 是我亲自去趟他们家 不拘怎样 总要好好的谢谢人家 还有 那个赖老八是怎么回事啊 他没把人姑娘怎么样吧 这事 你看看要不要和你祖父说一声啊 一个地痞流氓而已 处置了便处置了 还要惊动祖父他老人家做事 不是啊 赖老八自然不足为惧 可你别忘了 白氏是他嫡亲的表妹呀 回头白氏在你地儿边吹吹枕边风 只怕 夫人 老爷来了 神事化声一顿 目光复杂地看着莫名成 畜生 你干的好事 也不知道是不是莫名成 从开始就有防范 还是就这么碰巧 总之 就在莫和正踢过来的刹那 莫名成突然转身 朝沈氏走过去 莫和正站立不稳 往前一个裂牵 差点摔倒了 眼见着莫和正 见面便动手 抓起自己面前的粉色瓷钟 对着莫和正便砸了过去 滚 滚出去 粉彩瓷钟 不偏不倚地 正正地砸在 莫和正的额头上 茶水破了一脸的同时 血水也跟着 滴滴答答地躺了下来 张妈妈吓得一颗心卡在了嗓子眼 急急上前拿了帕子 只是 还没等到她靠近呢 莫和正却突然抬起一脚 将张妈妈踢了出去 奶娘 眼见张妈妈痛得脸皱成一团 话都说不出来了 她抬头 恨恨地瞪着莫和正 莫和正 你有本事就把我们母子都杀了 哪个下人成威风算什么本事 沈天兰 你听着 我要修了你 你放屁 你凭什么修了我 七初我站了哪一条啊 我哥哥在时 你怎么不说修妻呢 我哥哥才已离开 你便说要修妻 你真当我们沈家好欺负是吗 别担心 有我呢 有我在 谁也欺负不了你去 沈氏先还拼命地挣扎着 这日子不过了 他要拉了眼前 这个王八蛋的男人 一起下地狱 可当耳边 响起儿子温柔的话语声 沈氏一头扎在莫名成的怀里 放声地大哭起来 但感觉沈氏好过了些后 扬声喊了色色站在门边的桃局上前 让他扶了沈氏下去 有什么事 去我的院子解决吧 母亲她还在院子里 莫和正才要开口 莫名成却抢在她开口前说道 我是什么脾性的人 你知道 你纯心要叫母亲不痛快 那我也有的是办法 叫你的人不痛快 你自己决定吧 话落 转身便往外走 路过张妈妈身边时 莫名成不子一顿 扬声喊了外面 后着的丽语进来 指着张妈妈说道 去请个大夫来 给张妈妈看看 是啊 少爷 你是来替赖老爸出头的 你小小年纪 怎么就那么很多 简直是丧心病狂 你这不怕遭报应吗 报应 你当老天和你一样蠢 一样瞎吗 莫和正气的眼前一黑 差点就一头栽倒在地上 我原本想着这只是一个警告 只是显然有人觉得 这个警告还不够重 等着 我会如他所愿的 你 你什么意思 我警告你啊 你再乱来的话 我一定不会再姑息你的 到时候 到时候你怎么样 去官府告我 把宠妾灭姬 杀妻灭子的名声给坐实了 疯子 你和你娘一样都是疯子 话落 扶着额头匆匆地离开了 站在原地的莫名成 看着莫和正狼狈的背影 却是笑意欲深 喃喃地道 疯子吗 天才微微亮 娇娇 天还早 你再睡会儿 我先去把衣服洗了 再回来做早饭 村东边 有条子山上留下来的小溪沟 不刮风下雨的时候 马领村的妇人 都是早早地来这里洗衣裳 师事虽说出门的早 可比她早的人大有人在 看着哀哀挤挤的人 师事叹了口气 便打算抱着盆回去 过会儿等人少了再来 娇娇娘 你过来 我快洗好了 师事文言便端着木盆走了过去 吴氏往后退了退 打算让出点位置 让师事先把衣裳打湿了 不想这一退 却退出了祸事 吴水堂 你干什么呢 差点把我挤沟里去了 你知不知道啊 师事看清是刘氏后 转身就想离开 可又怕因为她 让刘氏和吴氏起了争执 一阵犹豫后 到底还是没有离开 皱着眉头 站到了一侧 哎哟 导元娘 这些对不起啊 都是我的错 你没事吧 你看我像没事的样子吗 旺秋娘 不是我说你啊 你就算是想讨好巴基人 也换个地方行不行啊 整个村子就这一条小溪沟 大家都想着 早点把衣裳洗了 回家做饭呢 你就这样 让师凤云插进来 你让那些等着的人 怎么想啊 吴氏被刘氏说的 脸仗红如血 虽说都在一个村子住着 但人与人之间 总有个亲疏远近的 平日里 也不是没有早到的人 给晚到的人插队 大家也都是睁只眼 闭只眼过了 偏刘氏今天 就和他过不去了 刘燕秋 你这样说有意思吗 什么讨好巴结的 你当人人都跟你一样呢 再说了 你敢说你从前 就没有搭个顺手 人情的时候 这话我还真敢说 我可不像你 为了几个臭钱 脸都不要了 吴氏因为自家男人是独子 平时并不轻易地 和人起争执 但不起争执 不代表他就是软柿子 谁都可以捏 我呸 猪鼻子插蒜 装什么像呢 一个村子住着 谁还不知道谁呢 你要脸 你去抢分了家的 侄女的东西啊 你要脸 斩人家长子田 你放屁啊 老娘撕了你的臭嘴 打架 吴氏一点都不触刘氏 挡开刘氏手的同时 抬脚便将刘氏踹到了溪沟里 哎呀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怎么就打起来了呢 吵架可以看个热闹 打架却是不能的 很快便用人放下手里衣裳 上前来劝架 有劝着吴氏先回去的 也有伸手去拽溪沟里流逝的 当然也有趁势 稀落失势的 娇娇娘 这事说起来都是你的不是 你赶紧跟道元他娘 赔个不是吧 哎 逛全家的 你瞎说什么呢 他们俩吵架打架 跟娇娇娘有什么关系啊 他赔的哪门子不是啊 说话的是于氏 他已经在一边 看了好一会儿了 不说是族亲 但就凭着秦万章 和秦万领的交情 也不可能让周广全家的 把失事给欺负了 我倒是谁呢 原来是道武娘啊 不怪你要替人打抱不平 毕竟人家 可是白送给你们家 五十两银子呢 周广全家的话一说完 整个溪沟顿时炸开了 麒麟他娘你说什么 什么白送了五十两银子呀 不是吧 你竟然不知道 前天娇娇带着道武 还有望秋他们几个 在山里找到那个很值钱的宝贝 昨天娇娇和道武 去镇上把那宝贝卖了五十两银子 回来道武却说 那五十两银子被人偷了 这平日里瞧着道武啊 是个老实本分的 没想到 心思藏得这样深呢 这不就是说秦道武撒谎 卖下了银子吗 要是把这事认了 秦道武以后在这马岭村 还怎么做人呢 汪打呀 空口白牙的 你别血口喷人啊 我家道武要是像你说的丧良心 卖了那五十两银子 我们全家天打五类哄 不得好死 道武娘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又没说什么 于是刚准备攒足火力 对付汪氏 一边的刘氏 却已经阴阳怪气的说道 这有什么呀 那些做了坏事 赌咒发誓的人还少嘛 可谁看见老天爷收拾他们了 老天爷真有那么灵啊 这世上哪还有坏人呢 可不就是这个脸儿嘛 于是气得脸上一阵白一阵青 看着一侧焦头接耳 指指点点的村人 恨不得上前把汪氏给撕碎了 可他知道 真要动手了 回头就得被人说成是 他心虚恼羞成怒 一口气梗在胸口 差点没把他给憋死 他三婶 你理他们干什么呀 谁是什么样的人呢 一个村子住了几十年 谁心里还能没点数啊 道伍这孩子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都知道 是啊道伍娘 你跟那些个满嘴喷喷的人 计较什么呀 我们信的你和万丈的为人 更信得过道伍 人没事就是最好的 银子没了再赚就是了嘛 你俩说的对 我生的我养的我教的儿子 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这个当娘的最清楚 我叫道伍是个好的 那些冤枉他的人 早晚对嘴巴掌钉 头顶生农 脚底生疮 不得好死 这下轮到汪氏和刘氏 气得不轻了 这不就差指着鼻子咒他们了吗 道伍娘 你什么意思呢 有这样说话的吗 我们怎么咒你了 你要这样咒我们呀 刘氏和汪氏嚷嚷着 急到于是跟前 高一句低一句地吵起来 你们脑子没问题吧 道伍娘咒的是那些 冤枉道伍的人 你们这是承认自己空口白牙的 诬陷人了 要想找于是的麻烦 就得承认自己冤枉了秦道伍 汪氏和于是怎么可能承认呢 两个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善善地说不出半句话来 刘氏却是眼珠子一转 突然跳起来 扬手给了吴氏一巴掌 吴水桃 别忘了你刚才还踹了我一脚呢 吴氏自然不肯吃亏 很快便和刘氏扭打在一起了 娇娇啊 你在不在家呀 快找尸干净的衣裳给你娘换上 这是出事了 秦娇把腿走了出去 便看到浑身湿透的狮狮 被个婶子扶着走了进来 娘 秦娇急忙上前扶住狮狮 婶子 我娘她这是怎么了 摔溪沟里去了 你二婶和望秋娘打了起来 你娘帮着劝架 结果一不小心被撞到溪沟里去了 娇娇啊 快别问那么多了 先找身衣裳出来 给你娘换上 最好是烧锅热水 让她洗洗去去寒气 溪沟里的水 是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 越是天热 越是沁凉入骨 不泡个热水澡 说不得就要落个伤风感冒 穷人可生不起病啊 怎么好端端的就打起来了呢 接过秦娇递来的衣裳 一边在账卖后换衣裳 一边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了 启林他娘怎么知道银子被偷的 谁知道呢 许是从别处听来的吧 从别处听来的 那这个别处是哪处呢 是望秋他们家 还是石英家呢 之所以秦娇没往刘夏身上想 是因为他都还没来得及 和刘夏说呢 九安琳 你这个吃里怕外的畜生 你给我滚出来 突然响起的骂声 吓得秦娇和失事 冷不丁齐齐打了个哆嗦 娘 我爹呢 早起啊 被你万章叔叫走了 正还是秦娇他们搬出去后 秦茂山第一次来 扫了眼虽简陋 但却整齐温馨的屋子 秦茂山沉着脸对失事道 你男人哪 把他喊来 我有话问他 就算分家了 可秦茂山到底是长辈 失事心里再不愿意 还是得公顺的说道 爹 万灵他不在家 天才刚亮 万章就来把他喊出去了 又是秦万章 失事 你到底有没有脑子 放着自家的亲兄弟不来往 跟个阁房的兄弟 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怪不得老祖宗说呀 丧母长女不能娶 没规矩也没教养 年幼丧母是失事一辈子的痛 秦茂山的话像刀子一样的扎在了他的心上 瞬间让失事泪如泉涌 哆嗦着嘴唇想替自己分辨几句 却是喉咙痛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你是得有多蠢呢 五十两银子 人家说丢就丢了 这话你们也先去 你去二房找他们 让他们赔 我真就不懂了 这银子丢没丢的 和你二位有关系吗 都已经分家了 我们家的银子是丢也好 是送也罢 那都是我们自己家的事 您有什么资格在这指手画脚的 分家了 你弟也是我儿子 我一天是他老子 他一天就得听我的 那你找我爹去说吧 秦娇说着话 便拿起扫把将人往外赶了 这一早起来 弟都还没有嗓呢 麻烦你二位让一让 说的是让的话 手里的竹扫把 却是一下不停地 往两人脚上打 做了几十年一家之主的秦茂山 怎么能忍得了秦娇这样的侮辱呢 抡起胳膊 便朝秦娇一巴掌扇了过去 秦娇却突然后退一步 哎呀 有个屎苍蝇 恶心死了 我得把它赶出去 一边说一边抡起手里的扫把 对着秦茂山和秦万县 上下挥舞起来 秦娇 你疯了 你还有点做孙女的样子吗 敢对自己的爷爷动手 这是忤逆啊 你等着 我现在就去找六叔总 让他开祠堂处置你 二叔 你说什么呢 我明明是在打苍蝇 哪里对爷爷动手了 您是有多不喜欢我 要给我扣顶这样大的帽子 越说越委屈 不用你去找他爷爷 我现在就去找他老人家 让他来平平这个礼 秦茂山可不敢招惹秦德顺 这事真要叫起这儿来 可是他理亏啊 虽然他是老子 可分了家了就是两家人 正如秦娇说的 银子是送了丢了 都轮不到他来过问 还不快就把人追回来 把你六叔祖招了 我们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啊 叫我说啊 六叔祖来了才好 秦茂先闷声说的 就算分了家 我和我大哥也是兄弟嘛 哪有放着自家的亲兄弟不管 照顾阁房兄弟的道理 倒我能跟着娇娇采药 道远怎么就不可以 话落 眼界湿湿站得一边 不停地抹眼泪 想一不想地说道 大嫂 从前你和大哥 不是想过季 道成给你们当儿子吗 我和刘氏商量过了 这事 他答应了 等挑个好日子 让六叔祖开祠堂 我们就把这事办了吧 我 我 我和你大哥 什么时候说过 要过季道成了 从前日子艰难 他确实动过过季的想法 但人选却不是秦道成 而是道武的弟弟道信 可是自从分了家 秦娇头一次去镇上 便带回了五两银子后 他就断了这个念头 想着等银子再多点 去县城找个好点的大夫看看 说不定他这辈子 还能生儿子呢 你不过季道成 你想过季谁啊 你以为是菜园子里的菜呢 你想摘哪个就摘哪个 就是道成 那也是看在老大 是我亲儿子的份上 不然就凭你 你有那么大脸吗 做了老秦家十来年的媳妇 施施施打心眼里 触秦茂山这个 说一不二的公公 被他一吼 倒嘴的分辨 都不敢往外说了 却是急得眼泪 噼里啪啦的直往下掉 我不过季 我还年轻呢 我能生儿子 我要自己生儿子 放你俩狗屁 秦茂山一口脆在 狮子狡辩 能生早就生了 这都多少年了 你除了秦娇 那个丫头骗子 你肚子连个声响都没有 你不过季 你是想让万领绝后吧 你怎么就这么歹毒呢 我不是 我没有啊 爹 我求你了 你让我和万领自己生吧 我一定能给万领 生个儿子的 失事地坚持 惹恼了秦茂山的同时 也让秦万线 心里很不痛快 大嫂 你不是想自己生 你是想过季二房的道信吗 没有 我谁都没想过季 我就想自己生 那你要是生不出呢 我能生 别人能生 我也一定能生 别人三年报俩 你呢 三年报了几 他三年报几 和你有关系吗 他先是上前 扶起柜在地上 差点没哭晕过去的失事 末了目光鄙夷地 看着秦万线道 二叔 你可真是让我长见识了 一个做小梳子的 管天管地 连凶嫂的房里是也管了 你无耻不无耻啊 秦万线被秦娇说得 脸仗红如血 他现在明明说的是 过季的事 怎么就扯到了 凶嫂房里的事了 这传了出去 他还要不要做人呢 秦娇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胡说八道 周爷爷 试下我二叔的话 你也是听到了的 是不是我二叔 在问我娘 三年报了起 我爹娘舍不舍娃 和他一个做人小叔子 都有什么关系啊 秦茂山父子俩 豁然抬头 这才发现 秦娇请来的 不是组长秦德顺 而是李政周一贵 父子俩一时间 都有点懵 不知道秦娇 怎么把他给请来了 周叔 冤枉啊 我怎么可能管 凶嫂的房里是呢 是我爹揪着我大哥 这都快三十了 却连个儿子都没有 便想着商量一下 要不要把道成 过计给他们 过计 你和我爷先是逼着我娘 去三叔家 要回到我丢了的 五十两银子 这会儿 又要把道成 过计给我爹娘 做儿子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再说了 我爹和我娘还年轻呢 你怎么就能赌定 他们这辈子一定没儿子 屁话 他要是能生儿子 拉屎我都不得了 我一口给吃了 放心 有你吃屎的那一天 我打死你这个 木屋尊长的狗东西 秦茂山左右张望 抄起脚落的烧火棍 便朝秦娇走了过去 爹 不要啊 娇娇她还小呢 娘 别求她 孙说我是你孙女 她到底是分了家的 你这一棍子下来 没个四五两银子 怕是了不了事 秦茂山怎么会 受秦娇的威胁呢 手里的棍子 连个停顿都没有 就狠狠地抡了下来 爷爷 你不让我们一家活 那就大家都别活了 说着话 一阵风地 冲进了秦娇老宅 抄起院子里的砍柴刀 直奔猪篮而去 猪篮里的猪 发出了凹的一声惨叫 快 快去看看出什么事了 不想 话才说完 便看到秦娇一身血的 自猪篮里走了出来 她身后 养了一年近两百斤的猪 嗷嗷地惨叫不停 秦娇 你这个畜生 你做了什么 嘿 没干什么 让你们提前杀年猪 她辛辛苦苦养了一年多的猪啊 原本还指望着 年底的时候拉到镇上去 能卖个四五两银子 秦娇 我打死你这个无逆不孝的东西 你来啊 我就站在这儿等着 猴氏抬脚便要上前 可是却在目光触及到秦娇手里闪着寒光的柴刀时 心下一颤 脚怎么也抬不起来了 哼 记着 别再来招惹我 不然下次是人还是畜生 就难说了 你不能走 你得陪我家住呢 秦娇步子顿住 回头冲刘氏道 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 要不过来说 眼见猴氏和刘氏都不敢上前 秦娇扑斥一笑 就这点胆量 也敢欺负人 刚出院子 便看到秦茂山和秦万县急急地走了过来 秦娇 你把你二十年怎么了 秦娇却是连个眼角的余光都没有给他们 继续往前走去 当家的 秦娇这个小政府把我们家的猪给砍了 砍的是猪而不是人 父子俩起起地叙了口气 但很快却是一颗心又卡在了嗓子眼了 我说了 也你那一棍子 没个似乎懒了不了似的 你偏不信 这下信了吧 秦茂山拳头捏得咔咔响 什么也没说 阴沉着脸朝秦娇走了过去 哎呀 李正爷爷救命啊 我爷他要杀人了 周易贵手脚无措地站在那 心里如同打翻了五位平 这会儿他总算是弄明白秦娇不请秦德顺请他的原因了 秦德顺出面那就是秦氏族里的事情 秦娇就算是有礼也吃亏 毕竟他是小辈儿 可由他出面就不一样了 他是李正代表的不是宗族而是朝廷的律法 秦老哥 你这是干什么呢 有什么话我们 这个小畜生 把我们家猪给砍了 我养了一年多的猪啊 眼见着年底赶着镇上去就能换回五两银子了 不行 我得让他赔 尖叫 你赔我的猪 哎哟 佼佼啊 你怎么能把猪给砍了呢 李正爷爷 他们能来我家打我娘 我为什么就不能砍他们家的猪啊 猪是畜生 我娘是人 人重要还是畜生重要 自然是人重要啊 只是话到嘴边却被周一贵咽了回去 老秦家这猪拉到镇上 卖不了五两银子也能卖个四两 就这样让秦娇给祸害了 娇娇 你这孩子也太胡来了啊 你乃他们养头猪多不容易 你怎么就能把他砍了呢 这孩子 莫不是中邪了吧 不然好端端的 怎么就想到把猪给砍了呀 哼 婶子啊 照您的意思 我就不该砍猪 应该砍人才是 对吧 呸呸呸 我可没这么说啊 你这孩子怎么听不懂人话呢 不怪你爷和你奶啊 不喜欢你 这换谁也喜欢不起来呀 闭嘴吧你 我缺你们那点子喜欢吗 我秦娇除了缺钱 啥都不缺 哪像你们 五行缺德 连句人话都不会说 你 夫人指着秦娇气得跺脚 想骂几句难听的 可才领教过秦娇嘴巴的厉害 这会儿还真不敢乱说 李正爷爷 我爷和我二叔当着您的面动手 您是亲眼看到的 你也别和我说什么大道理了 我只认准 分了家就是两家人 谁都没资格对我 年后我动手 这次是猪 下次是什么 我可就不保证了 你什么意思呀 随着一道清脆的女声响起 秦娇的小姑秦夕如 自人群外走了进来 分了家 你们就不是老秦家的人了 秦娇对秦夕如这个小姑 很是感冒 她是猴氏的老来女 只比秦娇大五岁 打小就是个掐尖要强的 明明生了个农女身 却有颗小姐心 秦娇稍微大点 就被她当作丫鬟使唤 但凡秦娇有个不乐意 她就要到猴氏跟前 上眼药水 猴氏不好发作秦娇 便对诗诗非打即骂 随小姑你了 你说是就是 说不是就不是了 我无所谓 大嫂 你就是这样教女儿的吗 就算你爹娘早逝 没有人教你怎么做娘 可是你做了老秦家 这么多年的媳妇 她也应该开会了吧 诗户诗诗 是诗诗心底不可触碰的痛 却在一天里 被秦茂山和秦夕如父母俩 一次又一次地提起 我家娇娇很好 不用人教 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来说她几句的 你说谁是阿猫阿狗呢 又没说你 你这么急着对号入座干什么 哥 你就眼睁睁看着 他们母女俩这样欺负我 秦晚风看了眼诗诗诗和秦娇 便在秦娇以为她会替秦夕如出头的时候 秦晚风全闷声地说道 爹和娘肚子 你多什么嘴 你 娘 你看看 小哥他帮外人也不帮我 他说啊 这事从头到尾的你都看到了 你是李正 这事啊 你说应该怎么处理啊 哎哟 这事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断呢 茂山兄弟 要不还是把德顺书喊来吧 看看他老人家是个什么意思 老三 你去请你六叔祖 不想 秦晚风却是看脸猴是猴没有动 仍旧像个庄子一样的立在那 老三 爹 你怎么说 秦茂山拿定了主意 对秦晚风说道 去吧 这是大事 确实该让他老人家出来主持功等 娇娇啊 让人去把你爹找回来吧 今天这事怕是不能善了了 你奶和你爷呀 不会放过我们的 小了 我也没打算善了 娇娇啊 这事不能再闹大了 再闹大了 说不得你奶会吵着让族长将我们除族的 到时候 网秋娘啊 你搬个忙 去趟他三婶家 让他三婶赶紧的 把娇娇他爹喊回来 行 我这就去啊 你也别太着急了 这事是他们有错在线 到时候 我们大家都会帮着你的 话落 退出人群 一阵风势的 往于世家跑去 刘叔 事情我已经听说了 这事 你是怎么打算 秦茂山挑了眼 相互扶持的秦娇母女俩 都是自家人 也不必非得闹个你死我活的 赔五两银子 就算了吧 咳咳咳咳 试试 你公公的意思 你怎么说 我 太爷爷 五两银子没有 一两银子可以考虑 不过话要说清楚了 银子改了 猪就得归我们 放你娘的屁 小偿妇 你怎么不去抢呢 这猪实打实地养了一年多了 拉到镇上 怎么不能卖个四两五两的 一两银子 你求疯了吧你 我怎么会穷疯了呢 穷疯了的是你们吧 不然怎么我一后二叔 大秦早炮我们家要银子呢 您可别忘了 我们是分家了的 几乎秦娇的话音才落 大家看猴氏几人的目光 便都变了 看什么看呢 就算分家了 我大概也还是我爹的儿子 儿子孝敬老子不是应该的吗 明明使他不孝 怎么能 小姑 话不是你这样说的 上人说父子子孝 这儿子孝不孝啊 是不是得先问做老子的 词不词啊 试问 这世上哪个子父分家时 会只给敌长子 一间牛屋 两母汉地啊 好厉害的一张嘴 你既知道父子子孝 那你应该也知道 父在子不分家西才吧 你爷还在呢 你们一家三口吵着闹着要分家 到底是谁不辞 谁不孝啊 一个屋檐下生活了那么多年 他很清楚秦熙如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样有理有据的一番话 绝不是秦熙如说得出来的 秦娇想到那个 嫁到东田镇刘家村的大姑秦玉如 嘴角占起抹鸡翘的弧度 因为到了一亲的年纪 猴时一心想把这个最疼的女儿 嫁去县城的 也早早就嘱咐了 嫁得不错 离县城仅几里之遥的秦玉如 半个月前 秦玉如让人烧信来 说是替秦熙如相看了一户人家 让秦晚风把人送去他家 找时间私下礼相看相看 分家的时候 秦熙如不在 但显然他早就窒息了分家的全过程了 也早就商量好了对策 不错 老祖宗是说过 父在子不分家西财 可老祖宗同样也说过 嫡数有别 尊卑有序 我爹是这个家的嫡张子 我娘是他三叔六聘 明媚正娶的妻 按说他们在这个家 有着仅次于我爷的地位 可这些年 你们是怎么对他们的 一个季婆婆三天一宵打 五天一大打 嫡亲的公公 非但没有帮着主持公道 反而还跟着把人往死路上逼 如果非打即骂便是词 那么我不介意 对小姑表达一下 我深切的爱意 阳光下 秦娇手里的柴刀 泛着森朗的寒光 柳叔啊 求您老人家替我做主 我嫁到老秦家 勤勤恳恳的几十年 就算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让个小辈这样骑在头上拉屎 我这以后还怎么见人呢 您要是不替我做这个主啊 我回头就一根绳子 吊死在瓷汤门口了 柳叔祖 您老人家给我们做主啊 秦德是脑瓜人闷闷的痛 浑浊的目光 看了眼跪在地上 抱头痛哭的猴使母女俩 又看了看自自在在的 好似无事人一般的秦娇 觉得秦娇这小妖的骗子 也太目中无人了些 说不得是该给他点警告 娇娇 这天下没有不适的父母 只有不周全的儿女 这件事是你做过了 诗诗煞诗白了脸 他撩起裙摆 便要跪下求情 却被秦娇一只手 死死扯住 那依着他爷爷的意思 您打算怎么处置我呢 黑你爷乃四两银子 诛归你 是杀了吃肉 是卖了换钱 随便你们 侯氏便要反对 却被秦熙如给阻止了 大姐说了 要你秦娇那个小蹄子 自寻死路 我们一边看戏就行了 侯氏仍旧愤愤不平 可大女儿的话 她却不敢不听 只可惜 侯氏愿意忍 秦娇却不肯吃这个眼前亏 太爷爷 您年纪大了 耳朵踏实不大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一两银子可以考虑 还有 猪得归我们 在场的人 就连秦德顺都变了脸色 要知道 秦德顺可是组长 在马领村周一贵的话 或许不顶用 可秦德顺只要开了口 便没人敢反驳 再想不到 这次不但被人反驳了 还是被秦娇 这么个小丫头给驳了 既然如此 那你们一家三口 就离开马领村吧 六叔祖啊 六叔祖啊 不要赶我们走啊 我 娘 她目光星红地看着诗诗 缓缓地举起手里柴刀 架在她纤细的脖子上 你要是敢答应赔四两银子 我现在就死给您看 娇娇啊 娇娇啊 你把刀放下 你不要吓娘啊 娘听你的 娘都听你的 娇娇 你干什么 你快把她放下 当家的 你劝劝娇娇 让她把她放下 只要她好好的 我什么都听她的 银子我们不赔了 出足我们也认了 只要她好好的 秦万领没有急着去劝秦娇 而是转身 对神色晦暗不明的秦德顺说道 丢叔祖 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银子我们肯定是不会赔的 您帮我们出足吧 看 都让我大姐说到了吧 秦娇这小蹄子自己会作死 我们看戏就行了 出足啊 除了足 这一家三口就不再是马领村的人了 走到哪儿都是丧家之犬不说 而她呢 也成了名正言顺秦家的女主人 百年之后可以光明正大的葬进秦家祖坟 享受秦家子子孙孙的香火供奉 秦德顺这会儿却是骑驴难下了 分家的事儿 他已经被七里八乡的人戳几两股了 再把秦万领除足 可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 到了他这个年纪 还能出尔反尔不成吗 组长我反对 一片寂静中 望秋的爹秦向荣走了出来 我也反对 秦万丈这时也走了出来 我也反对 留下的爹秦荣文紧跟着走了出来 秦德顺暗暗地叙了口气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各自把事情说一遍吧 完了也让大家跟着评评离 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心理 秦茂山和失事的说辞 自然不能统一 自动忽略的五十两银子的事儿 只一口咬定了 他找失事试谈过忌的事儿 便是过忌在他嘴里说出来 也和事实大有出入 六叔祖啊 我方才的话若是有一句假的 让我天打五雷劈不得好死啊 这年头的人是很重视誓言的 再加上同住一个村子都是什么样的人 谁心里还会没点数呢 失事你这个毒妇 你至少断我老秦家的香火呀 老大 你要还当我是爹 你就休了这个毒妇 失事又急又怕 整个人不受控制的颤导着 万林 我刚才也说了 这世上没有不适的父母 只有不周到的儿女 你爹虽有错 但他确实为你好 这事儿 六叔祖 失事嫁给我十年 我从没想过休妻另去 也没想过过季 我有娇娇 只要是我夫妻二人膝下五子 大不了招坠便是 苦土啊 这入坠的男子能好到哪儿去 你以为你这是疼娇娇 你这是害他 你知不知道 秦万林哪里又是想真心招坠啊 他们家一没钱二没事 凭什么让人上门入坠呢 再者说了 这年头肯上门入坠的 都是无能无用之辈 帮不了娇娇不说 怕还得拖累他 他只不过是 想用这个话来堵他爹的嘴巴了 行了 今天的事两边都有错 都是自家人 没必要闹得那么难看 我现在做主 万林 你们赔二两银子 这猪就归你们了 秦万林却是第一时间 朝秦娇看了过来 似乎只要秦娇说个步子 他立刻就给拒了 侯氏却是眼前一黑 气得当场晕过去了 娘 娘 你怎么了 快把你娘背回去 去请大夫 快去啊 一阵兵荒马乱后 现场便只留下秦娇一家人 以及围着看热闹的村民 爹 既是他爷爷发了话 那就按他爷爷说的办吧 刘叔祖 就按您老人家的意思办吧 秦德顺深深地看了眼秦万林 想说什么 却在去见被狮氏抢了刀 一把揽在怀里的秦娇时 那些道了嘴边的话 又咽了回去 这组长的位置啊 他可真是做够了 找个黄道吉日 退为让贤吧 秦万县踩进院子 背上的侯氏便醒了 哭天强地的 要去找秦德顺说礼 谁劝也不听 行了 还嫌不够丢神仙眼吗 你凶什么凶啊 你有能耐到外面使去 别就知道在家里 欺负我们娘几个 秦茂山憋了一肚子的闷气 想都不想便扬起了巴掌 爹 您干什么呀 娘都这么大年纪了 你还要和她动手吗 是啊爹 说到底啊 娘还不是心疼咱家的猪吗 那么大一头猪 拉到镇上 怎么也能卖个四两银子吧 秦茂山不心疼吗 他不但心疼 他连肺和肝都疼 全身都在痛 爹 我都和郑夫子说好了 您得把猪卖了 开春就送道远和道成去启蒙 现在怎么办啊 族长发话了 李政虽没发话 但却也默认了 他们还能怎么办呢 秦茂山阴沉着脸眉之声 猴氏一屁股坐在地上 拍天强地地哭了起来 娇娇啊 这往后再不敢使这么大性子了哈 这万一把自己伤到了怎么办呢 叫你爹和娘还活不活呀 是啊 娇娇 这世上还有什么比命更重要的呢 别说你娘了 就是婶子都被你吓住了 这会儿啊 心还在怦怦地跳呢 诗诗紧紧抓着秦娇的手 生怕一松手 人就不见了 娇娇 娘保证 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娘只求你好好的 只要你好好的 日子再苦再难 娘都不怕的 对不起 我以后不吓你了 没有 是娘不对 都是娘的错 大哥 你回头 还是得去他六叔祖那儿 去跟他老人家陪个不是 秦向荣和秦解文也跟着劝道 是啊 万里 族长那里 你去说几句好话吧 今天的事 他老人家未必会放在心上 只是传得出去 到底不好听啊 我明白的 只是 这样空手上门不好 回头我准备点东西再去吧 这样 也显得有诚意点 嗯 有了这次的教训 大伯他再想为难你啊 就得掂量掂量了 哎 说起来今儿这事 也算是福获相依啊 秦万灵苦笑着点了点头 几人又劝慰了一番 便起身告辞了 好了 都别难过了 做饭吃吧 我饿死了 秦娇这才想起 这一大早吵吵闹闹的 他还一厘米都没下肚呢 母女俩连忙起身 去准备吃食了 爹 你早上去哪了 你三叔 在狮子岭那边 发现几块荒地 让我去看看 要不要开出来做菜地 狮子岭在马岭村五里地外 到那里开荒种菜 也太远了吧 秦娇正想着 劝秦万灵算了事 外面突然想起到 窃窃的声音 姐 姐夫 你们在家吗 哎 好像是小舅舅来了 秉和 你怎么来了 是不是家里出事了 哎 没有没有没有 家里没事 我和哥哥都好着呢 村里人说 您和姐夫被分出来当过了 哥让我来看看 您和姐夫 师师文言顿时红了眼眶 他十岁没了娘 十二岁没了爹 那些年 又当娘又当姐的 将两个兄弟拉扯大 十五岁嫁给秦万灵时 两个弟弟哭了一路 送他出嫁 可就是这样 大弟和小弟遇上再大的难事 也不会来秦家找他的 可这会儿 却在听说他分家了 第一时间便让小弟来看他 是的 分家了 以后呀 你随时都可以来看我和娇娇了 哎呀 说是没分田 也没分地给你们 是真的吗 不是的 分了 是我和你姐夫没药 师饼和看了看旁边的秦万灵 抿了抿嘴 转身从挑来的箩筐里 往外掏东西 哎 这是家里去年收上来的红薯 你们先吃着 过些日子 我再想办法送些别的吃事来 师家没有田 只有几亩山地 山地贫瘠 种什么产量都不高 就这几亩山地的产出 兄弟俩自己都不够填饱肚子的 这会儿 却还要分出一大半 来救济秦娇他们一家人 师事再次红了眼眶 秦万灵也满心不是滋味 正想劝说士饼和 说他们有吃的事 姐 这里有袋子米 你给娇娇吃 哪来的米啊 拿帮工换的呀 开春的时候 我和大哥帮人离田插秧 当时说好了 一天的工钱按一斤米算 只可惜 村里人都穷 能喊得起帮工的人家太少 只能换到这五斤糙米 两个壮劳力 一天的工钱就是一斤糙米 可就这样的糙米 两个舅舅都舍不得吃一口 全都拿来给他吃了 秦娇心里酸酸涩涩的 大舅今年二十一了 别人这个年纪都当爹了 可大舅却因为穷 连个媳妇都没有 小舅过完年也十九了呀 小舅 猴鼠留下来 这米您带回去 可大舅你们自己吃 我现在能挣钱了 我们可以自己买米吃 对了 等一下让我娘给您再多装点 以后没米吃了 您就来拿 诗室娘家凑数窝村 离马领村其实不远 也就是二十里地的样子 只是这中间呢 要翻过好几座大山 但因为村与村之间 总会有几家殷亲的 所以消息传递虽然慢 但却不止于闭塞 施饼和知道老秦家分家的事 自然便也听说了 秦娇采药换钱的事 只是她认为啊 那只是一时的运气罢了 并没有认真的看待 是啊 炳和 娇娇现在能采药换钱了 我们不愁米吃 你把这些米都带回去 我这里啊 还有一袋米 等会儿呢 也给你一半 等下回去镇上呀 多买点 我再捎信 你或者大地来拿就是了 娇娇 你真的带人 进山采药了 哎 小舅 我教您谁要扔药吧 这样您和大舅 也能采药换钱了 哎呀 娇娇这个主意出得好呀 我看呀 也别一个娇一个了 把大地喊来 你们俩一起跟着娇娇学 等学会了 再回去采药换钱吧 哦 对对对对 凑数窝村周边都是山 这些年也没出过什么采药人 等你们俩学会了 所有的山都是你们的了 施饼和隐隐的有些心动 可余光处看到 虽然布置的简洁 但却仍显得狭小的屋子时 却是摇了摇头 说道 哎呀 这事我做不了主 我得回去和大哥商量商量 还商量什么呀 你们俩也都老大不晓的了 早该取亲成家了 赶早着学了挣银子 各自把媳妇取上 才是正经呢 娘 小舅舅担心她来了之后 和我们同住一室不方便 您别再骂她了 被说破心事的施饼和 张红的脸低下了头 乐乐的想说点什么 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这样吧 明天我去山里挖几株活的药 拿脖子种好 过几天 小舅您来带回去认 等认全了 我们再换一匹 您看这样行吗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这样最好了 行 那就这样说定了 小舅 你爷家杀猪了 你要不要去看看 不去 杀猪有什么好看的 话落 又对埋头扒饭的施饼和说 小舅 来得早不如来得抢 等一下 你正好带两件肉回去 和大酒开开婚 都分家了 这肉 你爷怕是不会给吧 还有 这不年不节的 亲家怎么就杀猪了呢 难不成是猪病了吗 施饼和是怎么也不会想到 老秦家之所以不年不节的杀猪 全是他外甥女秦娇的功劳 娇娇 你怎么来了 你来干什么 谁同意你进来的 刘老四则是瞇着眼 打亮起秦娇来 他已经从刘氏嘴里 听说了秦娇的所作所为 杀猪前 也检查了猪耳朵后的伤口 深可见骨的伤口 很难相信 会是眼前这么个小人下的手 我也没想来 这不听说我爷杀猪了 我来拿我们家应得的那份猪肉 你又咧吗 厨房的侯氏和刘氏婆媳俩 听到动静走了出来 见到是秦娇站在院子里 婆媳俩瞬间红了眼睛 滚 你给我滚出去 刘氏左右看了看 看到地上退猪毛的脏水桶 拎起便朝秦娇泼了过来 娘 您犯不着和这种缺叫的玩人止气 往后 不跟他们来往就是了 侯氏气的胸脯子 一起一伏的 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嘴唇也跟着打起了哆嗦 娘 您别急 先喝口水喘喘气 且说秦娇才出了院子 等在外面的望秋便迎上钱 娇娇 他们是不是疯了 怎么话都不问一句就动手啊 不怪望秋这么问 一早他就喊了留下去打猪草了 才到家便听说老秦家杀猪了 谁都没喝一口 就去给秦娇通风报信 哼 哼 正常 我原还想着怕是得拿刀招呼我呢 还好只是抡个扫帚 望秋傻眼了 行了 你先回去吧 我去老祖长家 他又来干什么 夜市也不是很喜欢秦娇的做派 就觉得长辈便是有错 你一个做小辈的 也不应该这样不依不饶的 一个小姑娘连刀都动上了 这还有个姑娘家的样子吗 好像是他爷奶把猪杀了 他上门去要猪肉 结果被赶出来了 来找您给主持公道 我给主持什么公道啊 他把猪给砍了 又只砍出二两银子 他爷奶傻了才会要银子不要猪 去去去 你去告诉他 这公道我没法给他 爷 秦娇说当初您主持分家的时候 他爷亲口说过 猪鸭鸡这些家出不分 等过年杀猪的时候 看他们一家回去吃肉 一头猪分他们家五斤肉就行了 娘娘 秦娇那个小蹄子又来了 茂山呢 把他喊出来 我跟他说几句话 六叔祖 你找我爹有什么事啊 秦德顺烦透了他们这一家子的烂事 心里埋怨的秦茂山黑了心肝 娶了后娘变成了后爹的同时 也埋怨秦万领没把秦娇给交好了 成天只知道掐家要强 当初你们分家的时候 家处没分 说好年底把万领一家子喊回来吃肉的 现在猪杀了 是让他们一家子回来吃肉 还是分他们家几斤肉 你们想好了没啊 猪肉没有 猪屎那里还有一桶呢 小长妇 我就是拿肉喂狗了 我也不会跟你吃一口的 奶 你是说真的吗 这猪肉你一斤都不打算分我们家 回答秦娇的是猴氏催在他地上的一口浓坛 太爷爷 那这往后四十八节的礼 我们家也不拿了 到时候 您可不能说我爹不笑啊 他不说 他保证什么都不说 只求你们两家 别再上门来折腾他这把老骨头了 你放屁 凭什么四十八节的孝景不拿了 白纸黑字写着呢 是你老子亲口答应的 你个小蹄子 这是要反了天做你老子的主吗 太爷爷 我们走吧 您放心 今天出了这道门 从做我们懒家便没关系了 往后 也不用再烦扰你老人家了 秦德顺自是巴不得如此呢 可到底还是基于职业操守 停下脚步 回头朝侯氏等人看了过来 你们都听到了 柳叔啊 您什么意思呀 柳叔啊 您不能这样 凭什么秦娇这小蹄子 说什么就是什么 您是组长 处事得公正 可现在您看看您这办的 都是什么事啊 秦德顺年过七旬 是整个马领村 他最年长的 好 既然你嫌我处事不公 那以后你们家的事 都别再找我呢 柳叔祖 秦婉峰急急地追上前来 柳叔祖 您别生气呀 我娘她说错了话 我替她向您赔不慎 既是我爹当初说过的话 自然是要做数的 我这就去 给娇娇拿肉 秦婉峰转身自锣筐里 拿起了一刀肉 递给了秦娇 娇娇 这肉 你拿回家去吃吧 谢谢小叔 自家人不用这么见外 快回去吧 让你娘收拾收拾 晚上做给你吃 六叔祖 家里杀猪 晚上您和我冒昆树 来喝一杯 不用了 我不劝你们家一口肉吃 我也不敢吃 不然怕是又要被人说啊 我不但偏心 还嘴馋 你六叔祖我 还是要脸的 六叔祖说笑了 自打您当族长以来啊 村子里谁不在背后 说您一句 处事最是公正 秦婉峰一边说着 一边送着气汹汹的秦德顺 往外走 身后 猴氏气的眼泪 哗哗的直往下掉 秦熙如红了眼眶 看着秦娇背影 目光像脆了毒似的 闪着蓝汪汪的光 秦婉峰随手拿的一刀肉 有六斤多重 还是块肥瘦相间的前腿肉 娘 刘兰鸡 我们晚上包饺子吃 上下的抹上盐 都让小舅带走 试试这会儿还有点懵 娇娇啊 这肉真是你爷奶给的 我爷奶哪有那么大方 人家都说了 家里的猪肉 喂狗都不给我们家吃一口 这肉是小叔给的 说起来 我小叔这人 挺有意思的 一个屋檐下生活了那么些年 老秦娇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秦娇不说了如指掌 也可以算是熟知了 可现在他却发现 有些事有些人 或许他了解的只是表面 你小叔和你二叔不一样 秦娇心里道 一样不一样的 现在下结论还早了点 眼瞅着太阳已经过严了 二十里的山路不好走 娘 你再给我舅拿上两串钱呗 诗诗下意识地朝秦万领看去 两串钱那可就是两百个铜板 这么一大笔钱 没有秦万领的手肯 他就是再心疼自家弟弟 也是不敢把这钱往外掏的 你看我干什么 娇娇地开口了 我还能不同意 哎呀快点拿上吧 姐不用 真的不用啊 家里吃了用的都有 没有用钱的地方 小舅 买也买有用钱吧 你就拿着吧 又不多 就当是我孝敬您和大舅舅的 拿着吧 娇娇没少吃你们送来的兔子和野鸡 现在他挣钱了 孝敬你们俩也是应该的 大山里的凑数窝村 野生动物资源不少 之前施家兄弟俩 但凡逮到只兔子野鸡的 就往秦家送 明知能落到自家姐姐和外甥女 嘴里的没多少 却想着能吃一口是一口 姐夫 看您说的 娇娇是我们的外甥女 疼她还是不应该的嘛 小舅说的对 您和大舅疼我是应该的 那我孝敬您俩也是应该的呀 施饼和红着脸收下那串钱 娇娇 我是舅舅们没用 帮不上你们不说 还 哎呀 舅舅 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呢 不早了 二十里山路不好走 您早些东西回去吧 过两天 您记得再来一趟 一家三口把施饼和送出村口 这才转身往回走 娇娇娘 那是你娘家兄弟吧 这满满两螺筐 不会是把你们家底都搬走了吧 秦娇看了脸说话的人 见是早上在西边闹市的汪氏 哟 还真就让沈子说着了 我小舅 把我们家都搬空了呢 哎呀 可是怎么办呢 我和我爹 都还觉得他哪少了呢 汪氏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周边围着看热闹的人 奇奇地发出一阵哄笑声 扫得汪氏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 娇娇 今天还去采药吗 去的 我们不跑远 就去大脚岭看看 上次给莫名城的三妻 就是在大脚岭采的 秦娇还想去碰碰运气 秦娇等人的动作 再次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 有些似活络的 已经在心里暗暗地盘算着 自家亲戚里 有没有年纪相当的男孩 是不是应该早点请个媒人 上门说亲去 不过 想到秦娇那泼辣的性子 不自觉地又打起了退堂鼓 可转念又一想 只要能赚钱 泼辣点就泼辣点吧 等有了儿女 再好放手收拾时 到时自然就乖了 秦娇自然不知道自己 已经成了村里人眼中的唐僧肉 山路难走 花蚊子逮着空就往身上扑 没多久 一个脸上脖子上 便是一大片的红包包 江江 前面有条小溪 我们过去洗洗洗洗脚吧 行 我在在附近 找些这样消肿的药草 给你们涂涂 溪水清澈见底不说 还沁凉入骨 军一把在脸上脖子上 顿时酷热全消 就连被蚊子咬过的地方 都好似不怎么痒了 秦娇抹了把脸上的水 目光随意的一转 落在了一层马齿线上 他上前揪下一把 喊了石英几个 那把这个汁液 拖在蚊子咬过的地方 等会儿就不痒了 石英几个顿时一拥而上 你帮我我帮你 嘻嘻哈哈地闹成了一团 秦娇想着 只有倒五一个男孩 虽说年纪还小吧 但到底男女有别 正想着喊上他上前 由他替他屠食 不想身后却响起了 倒五的声音 娇娇 你来看看这是什么呀 秦娇疑惑地走了过去 啊 虫楼 石英三人这时候 也已经走了过来 听到秦娇的声音齐声道 虫楼 娇娇 这就是你说的虫楼吗 虫楼 其实还有一个 更通俗的名字 那就是七叶一枝花 通俗的叫法是 虫楼 草河车 海螺漆等等 这种珍稀的药材 是的 这就是我和你们说过的虫楼 一番观察后 他认定 这株虫楼少说也有六七年了 就这一株 估计卖个四五钱银子不难 秦娇则小心地 扒开表面的泥土 将虫楼的地下金块 小心翼地挖了出来 清洗干净后 放进身后的竹楼里 我们大家分开找 看看这附近 还能不能再找到 当下望秋几人 便以小溪为中心散开 仔细在周边搜寻起来 秦娇则小心地 扒开表层的泥土 将中楼的地下金块 小心翼翼地挖了出来 清洗干净后 放进身后的竹楼里 对一直留意着 他动作的道武说道 贪心了吧 再找到 就像我刚才一样 把他的金块挖出来 道武重重地点头 表示明白了 很快 太阳便落山了 虽然几人干劲很足 但还是在秦娇提出 下山回家时 都放弃了 继续寻找的尽头 明天 我们再来 明天我肯定能找到 大家都找到了 就他没找到 想来争强好胜的人 自然不能接受这种失败 嘿嘿 明天我一定要找一个 比今天还大的 我也是 道武看着 叽叽喳喳的几个小姑娘 却是笑笑并不说话 案子拿定主意 明天一定不能输给他们 也不知道是福星高照 还是命运之神的眷顾 第二天 秦娇他们 虽然没在大脚岭 找到重楼和三七 却在居大脚岭 十几里外的老鸭间 找到了金献莲 金献莲的珍惜 是重楼和三七 无法比拟的 要知道 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 人工栽培的金献莲 都能卖到 两百至七百元不等 野生的 更是卖到 几千上万元一斤 因为药用价值高 使用范围广 很多人将它称为 药王 一杯淡紫红色 一面墨绿色中 有金黄脉网 金金明显 一层椭圆形 护山巨饼 一面有光泽 因为太过激动 秦娇的声音 不自觉地打了哆嗦 萧娇 你怎么了 旺秋 我们发财了 啊 发财 发什么财啊 看到没 这就是来给我们 送银子的财神椅 我告诉你 说不得 那丢到的五十两银子 我们又可以装回来了 啊 旺秋惊得瞪大了眼 下一刻 她便打算越过秦娇 去扯那层层叠叠 掌视喜人的金线莲 幸亏秦娇 眼疾手快地 一把将她拦了下来 哎 把十一和留下喊下来 我教你们怎么踩 四个人一起动手 早点踩完 瞎上回家 崖陛下 秦娇已经先小心地 踩起了金线莲 一般来说 生长周期越长 便越受客人喜欢 而发达的根系 和完整的叶片脉络 是判断的唯一标准 记住了 调根筋粗壮的踩 不要破坏叶子 还有一些年份不足的 不要破坏了 这可是我们的财神仪 往后每年都能 给我们送钱花 石英和留下点头 表示完全明白 望秋却是抓着药厨 不敢动手 怎么办 我突然好紧张 好害怕呀 我怕我一不小心 就会伤了财神仪 那你别动手了 你负责将我们 踩好的状况 本想叮嘱一句 注意轻拿轻放 却在对上望秋 满是汗水的额头时 咽下了 到嘴边的话 改口说道 其实你不用这么紧张 它再金贵 也就是为药材而已 谁说的 它明明就是亮闪闪 金灿灿的大元宝 秦娇先是一正 紧接着 却是和石英三人 奇奇地笑出了声 清月的笑声 回荡在山林封链间 说不出的欢快愉悦 牙上的道物 听到这笑声 也忍不住扬起唇角 占起摩大大的笑脸 真好啊 这样的生活 有期待 有笑声 有梦想 有甜蜜 如果一辈子都能这样过 就好了 这一天 秦娇几人比平时回家的要晚 还没当走出老鸭间 太阳便下山了 望秋走在最前头 时不时地回头 问走在后面的秦娇 娇娇 你说的是真的吗 今天这几篓子的草 真的可以卖四五十两银子 什么草不草的 娇娇不是说了 它叫金献莲 也叫金草 还叫药王 嘿嘿 我记不住 我说实话 娇娇叫我们认的那些草 我睡一个晚上就忘记了 石英气得直翻白眼 刘夏跟着笑骂了一句 你还好意思说 网秋残药还嘴 一只拳头大的癞蛤蟆 突然在草丛里蹦了出来 恰恰地落在望秋的脚前 几人同时惊了惊 望秋最先反应过来 嘴里喊着哇 好大的一只癞蛤蟆 手便伸了出去 不想树丛里却突然窜出条 通体乌黑 顽口醋的蛇 照着望秋脚边的癞蛤蟆 扑了过来 蛇 有蛇 石英和刘夏傻眼了 似乎不能相信 秦娇它怎么会怕蛇呢 娇娇 别怕 是无方蛇 没有毒的 秦娇悲催地想哭啊 哥哥呀 有毒没毒重要吗 没毒 它也是蛇好不好呀 望秋的反应也很快 只是 他的快 却是让秦娇大跌眼镜的 说时迟那时快 便在乌风蛇 扑向癞蛤蟆的那一瞬间 望秋的手半道改路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把扣住了蛇颈 不等手腕粗的蛇身缠上来 望秋抽出竹篓里的药厨 朝着蛇头和蛇腹的中间 用力地砍下 一套动作下来 死行云流水 根本不给人反应的时间 我估摸着 瘦是干净 少说也有十类斤呢 晚上都来我家吃啊 我爹做的蛇包鸡最好吃了 不要了不要了 我们不吃蛇 望秋像看傻子一样的看着两人 见他们不像是客气说假话 哼了一声 一副乡巴佬不识货的表情 转而对秦娇和道武说道 娇娇 道武 你们来吃吧 我告诉你们 蛇肉可鲜了 哪怕不用鸡 光顿蛇汤也很鲜的 谢谢你啊 望秋 不过我不敢吃 我吃的 不过我不去你家吃 你愿意的话 回头送一碗去我家吧 没问题 别说一碗 一拨都可以 这么大一条 一锅都炖不下呢 行了别说了 赶紧回家吧 这只烂蛤蟆怎么还不走啊 秦娇文言看了过去 竟然是只黑矿蝉除 应该是受伤了 这会呆呆地蹲在那儿 一副生死随意的样子 你把这只烂蛤蟆也带上吧 带上它干什么 嘴上虽有疑问 行动却很忠实 舅舅 你要这只烂蛤蟆干什么 不是我要 是你呀 我要 我要这烂蛤蟆干什么 就算它能剥皮吃肉 可这一只也太少了吧 果然 吃货的世界 永远都是只有吃 你不是总记不住药材吗 这个烂蛤蟆退下的皮 可以卖了换钱 你家人多 不如试试看 能不能养它挣钱 其实 不只是皮可以卖钱 癞蛤蟆背上 疙瘩里的毒液 也是为药材 只是现在 还没有提炼的方法和技术 小姜 你没有骗我吧 田里那么多癞蛤蟆 我可从来没有见过 它们什么时候退过皮 它们一般都是在晚上退皮 而且 是在饥饿难耐 或者生长需要的情况下 才会退皮 一边退一边吃 你到哪儿去找退过的皮啊 田里地里到处都是癞蛤蟆 自家兄弟又多 眼下又正是癞蛤蟆活动的季节 一家人全出动的话 不多说 一晚上几十上百只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抓来养哪里呢 我早听你讲过了 你家屋后不是有块空地吗 那块空地因为靠山 常有山泉水流下来 最是适合癞蛤蟆这种东西生活了 把那块地整整 就养在那儿 是啊 你不说我都忘了 我爹他们几个 每年都会在那儿抓到好些癞蛤蟆呢 他们家孩子多 吃不饱饭是常事 就连逢年过节 婚姓都很少见 想要解馋 全靠自己想办法 屋后的那些癞蛤蟆个儿大 抓住了把皮一剥 拿青椒生姜贵人 大火一顿蒙炒 好吃的舌头都能吞下 只是望秋从没想过 这些癞蛤蟆除了能吃 竟然还能换钱 行 我回去和我爹娘他们说一声 娇娇 你再找个时间 娇娇我们怎么样 秦娇自没有不答应的道理 不过 当务之急却是 将这几天采的药 拿到镇上去卖掉 真巧了 我还想着找人烧个馅 给姑娘你 没想到你今儿就来了 老先生 你有事 是有事 廖老先生一边说着话 一边将三人带去药堂的后院 那个三妻 秦姑娘 你能不能想办法多弄点呀 老先生 这药是山里长的 能不能弄到完全是碰运气 要是能多弄 我还会和银子过不去吗 老先生 是有人大批量需要吗 嗯 秦姑娘 你知道张州吗 张州 是那个要不到张州不齐 要不过张州不灵的张州吗 嗯 我同门师兄 在张州开药行 前些日子 我把你送来的三妻 以及用法 托人烧给他 他昨天来信了 说要大批量收购三妻 价格按五千银子一斤收 十婴和刘夏很吸了一口凉气 好家伙 五钱一斤 那两斤不就是一两银子了吗 一两银子呀 两人一脸兴奋地看着秦娇 恨不得摁着秦娇的脑袋答应下来 看我干什么 难道有钱我不想赚吗 是啊 三妻是长在大山里的 又不是长在他们的菜园子里呢 想要多少挖多少就是了 十婴和刘夏黯然了神色 心里跟刀割似的难受 白花花的银子送到手上 却拿不住 人生还有比这更悲催的吗 哎 秦姑娘 这次是什么好东西啊 药王 听到廖老先生脱口而出的那一声药王 秦娇脸上笑容欲深 十婴和刘夏则更慎 差点就忍不住想开口道 是啊是啊 就是药王 这么多的药王 老先生 您打算出多少银子呀 北有东虫下草 难有药王金线连啊 秦姑娘 这些我全要了 你开个价吧 还是老先生您出个价吧 按照我和您老的约定 经过我手里的药 必然先让您过一趟眼 余夏的话秦娇没说 但彼此都是聪明人 秦娇的意思很明白 我有好东西先让您老长眼 您老喜欢价格给的合适 咱们就成交 喜欢价格给的不合适 那对不起了 自有能给合适的人 嗯 二两银子一斤 行不行 左右一番斟酌后 秦娇点头道 好 成娇 老先生 您看 磕水灵了 昨天下午才送山里采来的 是 是水灵 我让人来撑啊 你们几个小姑娘 坐下喝口茶吧 你亲自撑了 再亲自炮制了 炮制药材 是门妥妥的技术活 药材再好 可药性能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利用 全看炮药人的水平 好的炮制师傅 无论是炒 浸 炮 炙 还是轰晒 切藏 均有独到之处 是 是 是 孩儿这就去办了 秦姑娘 你要不要跟了过去看看 不用了 掌柜的和老先生 您是厚道人 我信得过 哈哈哈哈 你这话老头子我喜欢听 来 我们坐下喝茶 掌柜的 莫大少爷来了 话音落 便看到小伙子 领着穿一袭 玉白色长衫的莫铭城 自外面走了进来 果真是你 丽宇说看到你 我还想着 怕是他认错人了 秦娇一头雾水 石英和刘夏 却是在莫铭城进来的那一刻 便惊得没了动作 这会儿离得近 闻着他身上淡淡的檀香 听着他清悦雌性的嗓音 连呼吸都下意识地屏住了 大少爷 您是特意来找秦姑娘的 啊 也不是 只是恰巧遇见了 我娘的事 也不曾正式向秦姑娘道过信 便想着过来见见 哈哈哈哈 是啊 你母亲的事 说起来真的是多亏了秦姑娘 嗯 不是的 施朗先生您医术高超 才能让莫夫人转位为安 相请不如偶遇 我想在春风楼设宴 答谢姑娘当日送药臣 秦姑娘可负赏脸 春风楼是巫石镇最大的酒楼 据说酒楼掌柜的祖上身欲处 名声在外部说 就连城县周遭的县城 也常有人慕名而来 一桌洗面 少则三五两银子 多则几十上百两的 都是有可能的 秦娇的心思 却不在春风楼上 别人不知道 他还能不知道吗 他和莫名城之间 根本就没有什么恩不恩的 真要说他对他有恩 也在当日他将他从赖老八手里 救下时两清了 秦娇当即笃定 莫名城找他有事 宴请就不必了 不过我想起来 我这里还有个土方子 对夫人氧气固原大有益处 何否请莫少爷进一步说话 莫名城似笑非笑的眸子里 有亮光一闪而逝 率先拔脚朝外走去 廖大叔 我同莫少爷说几句话 很快就回来 哦 莫从二人前后离开 没多想 抬脚朝着神魂尚未回笼的石鹰和刘夏走去 两位姑娘 金线莲一共是十六金八两三钱 这里有文银三十三两 六钱六分 两位请过目 亮闪闪的银子 终于将陷入美色当中的两人 拉了回来 张国叔 还是等娇娇回来吧 爹 莫大少爷找秦姑娘什么事啊 莫老夫人身体恢复得很好 今天恰巧遇上 莫少爷应是 想对秦姑娘表达感谢之情 两人找了稍显阴凉的巷子站定了 秦娇看着莫名城问道 您找我什么事 莫名城给了秦娇一个赞赏的目光 也不藏着掖着 开门见山的道 我需要一味药 什么药材 一味能让人不死 但却不能行动自如 吃喝拉撒 都需要人服侍的药材 秦娇煞是如同炸了毛的猫 猛地往后退了一大步 拉开了他和莫名城的距离 没有 我没有这味药材 莫名城神色不变地看着秦娇 烧情 眼瞼微垂 唇角却是杨奇抹浅浅的弧度 说道 不要急着拒绝 试都没有试过 你怎么知道你没有 有或者没有 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莫名城 他要用这味药干什么 那么多家药铺 他不去买 却单独找上他 秦娇想想都觉得脊被发寒 莫少爷见谅 你也知道 我就是一个半路出家的采药的 药都认不全 更别说爱药小去找药了 秦姑娘 与人方便 与脊方便 这是不急 你可以再仔细想想 想好了 你再来找我 回到药堂门口 莉宇已经赶着马车等在了那儿 秦娇扶莉里便要转身往里走 却被莫名城喊住了 秦娇以为莫名城还要劝说 正打算抢先拒绝 不想 莫名城却回头 对站在马车一侧的莉宇说道 把东西给秦姑娘送进去吧 是 少爷 秦姑娘 这些东西给您放哪儿 什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一点点诚意和心意罢了 嗯 不用不用了 蜈蚣不收录 我快不敢当 把东西都放在药堂吧 莉宇当即抱着手里的 捐步进了药堂 不多时走了出来 又从马车上拎下了几个盒子 再次进了药堂 这一幕 别说是秦娇 就连药堂里的伙计也都看傻眼了 立刻便有人跑去后院 禀告了廖老先生父子二人 等廖老先生父子俩 以及石鹰留下四人走出来时 药堂门口已经不见了莫名城 哇 这么多东西啊 就连见观世面的石鹰 在看到角落堆得满满的 各色礼合和布匹时 眼底也不由自主地 略过抹羡慕的神色 这些都是莫少爷送的 嗯 我说了不要了 那我给留下分了 哎 我不要 这里怕是得十几二十辆的银子呢 我可不敢要 贴起银子 秦娇想起正事来 廖大叔 我们的金线连您撑过了吧 啊 撑了 一共是十六斤八两三千 合计文银 三十三两六千六分 廖大叔 我家里还有些冲牢 等咱多挖些 下次带来一起卖给你 好嘞 你有什么好东西 尽管送来 叔绝对亏不了你 秦娇三人辞了廖老先生父子俩 雇了辆牛车 在镇上转了一圈 添置些生活必需品后 便赶着牛车回马领村了 那个莫少爷生得真好看 跟画里的人似的 人长得好看 学问又好 也不知道哪个有夫妻的姑娘能嫁给他呢 是挺好看的 不过感觉 人好像不是那么好相处 怎么就不好相处了 你没发现吗 他是用鼻孔看人的 他岂止是用鼻孔看人 他杀人 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啊 不会啊 我感觉莫少爷人挺温和的 那个什么君子如玉 温热而泽 说的就是他吧 哪有啊 两人一路叽叽喳喳地说着 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莫名成三个字 年少莫爱的潜泉心思啊 秦娇含笑看着身边的两个姑娘 脑海里同样是莫名成 只是没有其思一想 有的只是淡淡的惊惧和悚然 一味让人生不如死的药 莫名成 他要干什么 那可是 六两七钱三分银子 咱们全家人加在一起 累死累活的 几年都赚不到 就是六十两银六百两 那和我们也没关系 你叨的叨的个什么 这家分亏了 没有这样分的 你去和他们说 这家要重新分 不 这家不分了 我们不分家了 秦茂山狠狠地瞪了眼 哭得比死了爹娘还伤心的猴士 起身踩着两只草鞋便往外走 你去哪儿啊 你是不是去老大家呀 我和你 万线 万丰 向地干活了 秦万线这个无赏也没歇好 心里就像是灌了几瓶子醋酸得厉害 爹 这是怎么了 怎么提前了小半个时辰下地啊 还能怎么了 咱们被人算计了 爹心里难受又不舍得说 只能拿你和万丰出气呗 别瞎说 爹不是那样的人 路过祠堂时 一阵欢快的笑声传来 秦茂山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 竖起耳朵 听着祠堂内的话语声 娘 等我们手里银钱再多点 我们就买地盖房子 盖谁让他们家那样的砖瓦房 哎呦 砖瓦房可不便宜啊 没个三四十两银子 可不敢动手啊 三四十两银子 又不是三四百两银子 怎么就盖不了了 盖得了盖得了 我们佼佼说盖得了 那就一定盖得了 屋子外面 将这番话听了个全的 秦家父子三人 秦万县目光复杂地 看脸住着秦郊一家三口的屋子 爹 我们走吧 秦茂山沧桑的脸上 沾起抹愁苦之色 漠然地朝前走去 娘 我想去舅舅家住几天 秦万县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 好端端的 怎么想到去你舅舅家住了 白草堂的廖老先生 说需要大批量的三七 我想去舅舅家那边的山里看看 再顺便 交回大舅和小舅 试药采药 这样 舅舅们就能早点赚到钱了 秦万县嘴里顿时如同咬碎了苦胆 满嘴都是苦涩难耐的味道 但很快 这苦涩又变成浓浓的不甘和怨愤 他想不通 一家人能有什么深仇大恨过不去的 他们再有错 可到底都姓秦呢 难道不比施家这个外人来得强吗 秦娇他怎么能这样区别对待呢 他不知道自己是姓秦的吗 说好是去拿药材的 怎么把娇娇也给一起带回来了 不是施饼仓不欢迎外甥女 而是自家破房子实在没个能住人的地方 大舅 白草堂的廖老先生 跟我说要大批量的三七 我们村里的山上我找了一圈 也没有找到几株 我想着您这边山多灵密 说不定会有呢 边阳这小舅带上我一起回来了 听说秦娇是来找药的 施饼仓变得犹豫了 大舅 我们家需要钱 您和小舅也需要钱 不去赚哪里来的钱啊 就这样吧 明天一早 我们金山采药 施饼仓不再坚持 没错 他们需要钱 姐姐姐夫家也需要钱 天上不会掉馅饼 自己不赚哪来的钱呢 晚上 救生三人胡乱地对付了一顿饭 次人一早 吃了口剩菜剩饭 三人背起竹篓 拿上药厨和柴刀 便朝着大山里出发了 他们去的是一处 叫走蝉峰的大山 这里山高林密 潭谱密集 植被茂密 郁郁葱葱 他的运气不错 一路上三七虽然没找到 但虫楼却找到不少 另外 还有肾子草 钉峰草 大火草 素心草 核手屋等 也找到不少 施家兄弟俩 一边听着秦娇的讲解 一边感叹于 他们兄弟俩守着个聚宝盆 二十几年却不自知 白挨了这么多年的穷 娇娇 你有这本事 怎么早不和大就说呢 我可不敢说 让我爷和我奶知道了 他们还能同一分家 不分家 我们一家就是赚再多 也不会有一个铜板 落到我们自己手里 施家兄弟俩文言 不由的便是一阵默然 老秦家有多过分 按说 就算施家父母双亡 可施家还有兄弟俩呢 秦家每年的年节礼 应该是要送来的吧 可施是嫁进来这么多年 侯师愣是一次年节礼 都没送过 也因为这样 本来穷被人看不起的 施家兄弟俩 没少被笑话 可为了不让自家姐姐为难 兄弟俩愣是一个字 都没说过 呀 三七 他们这会儿找到的三七啊 是成片生长的 这就是三七吗 是的 大舅 这就是三七 亮老先生 愿出五千银子一斤收购的三七 虽说野生三七个头不大 但这样一片挖下来 凑个六七斤肯定不难啊 用忘秋的话说 他现在眼里看到的哪儿 是什么花什么草啊 是白花花的银子呀 凑数窝村不大 村里人穷 穷得能吃上口饱饭的 也就那么两三户人家 这两三户人家里 便有首寡三年 游一招施饼仓上门的白寡妇 原本想着 施家兄弟俩 穷得就快光定了 这个年纪了 也没个没人上门 虽说他年纪大了点 又带着三个孩子 可对于连个女人味 都没闻过的施饼仓来说 根本就不算个事 万万没想到的是 施饼仓竟然拒绝了他 白寡妇又骑又恼 又羞又丧 连这几天都没出门了 不想这天一出门 便听到村里的几个妇女 围在一起 叽叽喳喳地说着 施家兄弟俩要发财的话 哼 发财 财这么容易发 两兄弟至于穷的 连他媳妇都说不上吗 白寡妇看上施饼仓这事 不是秘密 圣娃他娘 你还不知道吧 饼仓他外甥女啊 是个能人 这两天呢 正带着饼仓兄弟俩 满山采药 饼和说啊 镇上白草堂掌柜的发话了 他们采多少 他就要多少呢 王婶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这几天呢 饼仓饼和兄弟俩 天天带着外甥女 往山里跑 天不亮就出去 天黑才回来 见白寡妇脸色难看 王婆子心里 生起些许快意 日子艰难 没了男人的女人 日子更难 身为女人 大家都能理解 白寡妇看上施饼仓 这也没什么 可你一个 托儿带女的寡妇 凭什么要个 大好的后生 上门入赘呢 这不是欺负人吗 秦交外祖母在世时 王婆子 同他关系不错 心里也是着实 联系施饼仓 施饼和兄弟俩的 圣娃他娘啊 你不知道吧 咱们村呀 好些个人都在盘算着 自家亲戚里 有没有合适的姑娘 想说给丙仓 丙和兄弟俩做媳妇呢 是吗 那个 我早上还烧着饭呢 我先回去了 圣娃他娘 你衣裳还没洗呢 言见白寡妇走远了 王婆子对她的背影 催了一口 没好气的说 屁 这会儿知道臊了吧 也不看看自己干的是什么事 算了算了 她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 确实也难了点 老姐姐 你跟她治什么气呀 我哪是跟她治气呀 大家都是女人 女人还不得多体谅女人呢 她要是带着圣娃她们仨改嫁 我还得帮着劝劝秉仓呢 可让人秉仓上门 是个什么意思呀 王婆子端着木盆朝着自家走去 一抬头 确定施丙仓和施丙和兄弟两人 挑着箩筐迎面走来 丙仓丙和啊 你们这时要去哪呀 今天不去山里了吗 啊 今天不去山里了 沈子 我们把这几天采的药 挑去镇上卖 好好好 快去吧 趁着这会儿还凉快 好走路 话落 又看到走在最后面的秦交 王婆子笑得越发慈祥 哎哟 娇娇呀 你这是回家呢 还是陪着你救他们去镇上呀 婆婆 我先陪我大舅小舅去镇上认个门 完了再回家 好好 赶紧上路吧 吃了天热起来呀 就不好赶路了 去镇上的路要穿过马岭村 秦家祠堂修在村子的北边 正巧是出村的必经之路 二十里山路顶着个大太阳 走得秦交几度的怀疑人生 大舅小舅 等一下进村 去我家歇歇小喝口水 我去借一辆牛车 不然这一天的时间 就用在赶路上了 秦交 你是不是累了 你坐到罗里来 大舅挑着你走 我不坐 我不累的 我就是想着 等会儿从镇上回来 你和小舅不是要添置好些东西吗 借了牛车方便一些 没关系的 我用罗挑着就是 施饼和看了他哥一眼 接了话说 如果借得到牛车 那就赶牛车去吧 施饼仓瞪了弟弟一眼 财带要开口 去见施饼和一个劲的冲自己打眼色 微微一震后醒过神来 娇娇不愿走山路 可心疼他们不肯坐镯筐里 让他们挑 这样一来 确实还是借牛车的好 等赚了钱 我们也买头牛 还要买头驴 到时候 娇娇再去我们家 就可以让他骑毛驴 不用走路了 行 那就买毛驴 不买牛 老驴 哪有牛来的食用呢 秦娇感受着自家两个舅舅的关爱 笑着说道 买牛吧 牛可以拉车赶路 还能离田呢 救生三人一路说笑着赶路 一眨眼便到了马领村 秦娇正想着 是先去秦万张家借牛车 还是先回家去喝口水 见见师事和秦万领事 不想村西头原本正围坐在 狼眼下说闲话的几个妇人 在看到她后 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娇娇啊 你可回来了 你快回家去看看吧 你家出事了 汤神 我家出什么事了 镇上墨家的人呐 带这个媒婆去了你家 跟你爹娘说呢 要纳了你去做妾 你爹娘不同意和那人大吵了一架 你爹娘还被那人给踹了一脚呢 秦娇没听妇人把话说完 撒了脚丫子便往家里跑 秦娇